五案,我们现在开第14次的会议,请秘书长先读第13次的会议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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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内政部在100年11月18号的时候 依据国家重要湿地保育计划 那个时候他公告了82处的国家重要湿地 这个82处里面在本县就有五处 包括四个国家级的重要湿地 以及一个暂定型的地方型的暂定湿地 这国湿地 那另外就是为了经营管理需要 内政部也依据地方支队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将南洋西口 维港 双年皮 纬多边府来做一些规划经营管理 一些实质的审查处分等等 那南澳的湿地是委员领务局来做经营管理 那55处的湿地的部分呢 目前还是由内政部来负责相关的这个 这个辖管的这个部分呢 那目前这个湿地的在我们负责的部分呢 比较重要像维港的部分 那目前是在办理这个征收的阶段 在去年我们是分三年来办理征收 土地的征收 今年是第二年 明年再编一个大概4500多万只可以来 全部的土地可以来做一个处理 那也可以纳入比较常态的经营管理 那南洋西口的部分 它其实大部分施工的土地 是比较没有土地的问题 那双年的部分目前 因为整个17公里的土地也都是县正文来征收完成 那比较 现在比较重要就是55处市立的部分呢 那是由内政部来做负责 那组湾市立的部分 目前是有一个建度 就是说我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 跟相关的地方 民众协会 还有公所等等的 开过几次的那个 所谓的讨论的会议 规划评估的会议 那在最近的一次呢 包括专家学者的这个 这个执行会议 那提出的一个建议的方案就是 所谓的定义方案就是 就回到原来的 没有化射的这个状况 希望能够 利用现在的 现中物正在推动的 这个有机友善跟踪方式的自然农法 自然养殖的这些方法 能够让这个主安师弟这些 野生动物能够跟我们的农业 有一个共同依存的这个关系 可以和谐来共存 那五少角师弟的部分是比较麻烦 那大部分也蛮多是私有地 那我们跟银建署有建构一个 这个五少角师弟保育利用计划 具权力保障这个平台的会议 经过几次的这个会议的讨论 大家有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方向 就有关保育跟这个民众权力 这个部分的保障的部分呢 有一些方案出来 但是看起来那个成熟度也是不太够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二要说明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说 我们希望银建署中央能够来利用私地基金 来办理用地的征收 那那个银建署的这个分属这边呢 那个他们经过这个协调了解的结果 就是银建署不同意来设立私地基金 这表示说将来这个要编列 这个征收的用地费是有困难的 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 透过农村极村农社的概念 来划设来解决这些 既有这些土地的农民权益的问题 那经过讨论之后 大概农村社区的土地重画 并不符合农村社区土地重画 方为勘选作为要点的勘选原则 它有一个勘选原则 那这个方案也是不可行 那再来一个方案就是 就是透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生成变更 就是在不是核心区 它将来会有几个区域 那不是在核心 在外围这个其他管理的区域呢 是不是有机会透过变更的方式的 把核心区这个部分的相关的权利 能够分散到周边 把那个发展权转移到周边来 不应允到核心区的这个保育利用 那经过讨论之后 这个是有一个机会 但是要更细致的去讨论 相关的这个法规跟细则 那我们也建议说 银建署应该有一个费用 来朝这个方式 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那第四个方案就是 我们之前订定的立则地区的特定区计划 那收担银建署 那个区委会有通过 那可是现在已经停滞在那里 那个部分其实是 如果要继续推的话 就是透过都市计划手段 来处理这个部分 民众的权益这个部分 经过评估它会是比较时间冗长 不过整个五十二角地区 这些民众的权益 我们还是会继续跟银建署 这个平台上面 能够继续在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来探讨 来解决相关的这个权益的问题 那以上就针对 本身的湿地相关的这个划设 其事产管理情形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好 感谢处长的详细说明 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提案的议员 来做一个补充报告 首先我们邀请吴宏某议员 台会主席 林县长还有处长 各位同仁 针对 我们湿地的问题 我希望说 尤其是治安湿地 我们开始说到年外 但是在这一年多里面 刚才处长说 有跟地方做协调 但是都没有什么 正式的成果出来 都没有正式的成果出来 所以基民和当地的业者 都非常担忧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 让你现在这样 暂定化为师弟 做成什么 做成他们现在要農的贷款 都没得到赚钱 要吃鱼的人 我是说要来赚钱 不好意思 你的师弟我这没得到赚你 几乎都是到每一个融会都没有办法借到钱 所以相当的困扰 農地 一样 你要用困扰师弟 一样也是没得到赚钱 他就 你说困扰师弟 到底要变成什么 不知道 所以在这一方面 他要利用 现有的土地 来向农会贷款 或向银行贷款 都遭受到困难 做成什么 做成农民 虚民 的生存 收到很严重的打击 所以希望说 这个案 这个暂定师弟 暂定师弟 可以 赶快检讨好 赶快来解除掉 这是最重要 我们改农 要困扰的土地 比如 资源河口 资源河口 和所有公有的土地上 要怎么困扰都OK 你今天 你养殖区 包括 农业区 在这里 我们可以 农金解除 不要有那么大的 农金解除 应该 八千元 希望 这个动作 可以更快 效率更好 再可以 让这个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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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个 我 这个 我 可以 我 我 什麼地方要化為師弟,什麼地方不把他化入,要健康環境來做公佈 不然大家非常疼心,這樣不好,這樣可以讓大家害怕,不好 所以我現在說,請政府應該在這個會當中,很明白告訴我們 這樣不知道有辦法改革,像白日園也有這個雷貼出來 他要說擴大師弟範圍,管政府,台南的政府,包括台南的議會都反對 結果他還是沒有化進去,我們議員官我也希望說像可以這樣 像這個,你說化為國家綜合師弟,你化下去,你要怎麼把它做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連發做好,像這個斬定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解除的,應該盡速來上級環境,給它取消,化色 讓白日園不要讓他們這樣驚訝,不要讓他們說他們的生存,受到很大的危險 所以我現在最重要就是要說這樣而已,希望說趕快,進度要快一點 不要說,說年外,說不然,你們台南跟路鄉跟別人說的時候,你們都跟別人說 半年就要跟別人搭訪,結果,等一年了啦 那效率就不好,你們現在說的,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們到下鄉去講,也都沒有在討論民意代表 我也覺得很奇怪,你們去跟那個偷偷說說瘋瘋的這樣就好 不行啦,偷偷摸摸,下床都不知道,下床也來找我,我們最紅的還要死,這樣不好啦 包括你說學者來參加,來開會,你也讓我們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們都沒有參加,這樣才好,不好啦 讓我們知道,我相信,該當對的,我們就支持管政府,該當不好的 我也會特別跟別人說,這樣才好啦 然後,以上是我希望,我希望,先政府要明白的,表示這個要怎麼樣來做處理啦 比較正確跟別人說,以上 好,謝謝,我某某議員,其實我們邀請同樣提案人,林業賢議員 謝謝主席,縣長,局長,各位同仁,大家有安 其實,我延續到某某議員,那個之前的這個議題喔 其實,這個竹安,這個私地,好像你劃分的,當初劃設這個地方 好像比較多都是私人的土地啦 但是,我有看我們裡面的報告,是寫建議內政部,營建署來取消這個劃設嘛 問題是說,重點是說,剛才的某議員所說的 你有說這個建議要出銷,但是你在中年11月 去年11月,發行一千多的一、兩千多的地主 說,要跟他們說他們的意見到底是怎樣 結果,好像是所有這些地主的這些意見 九千多的,大家的意見都是反對 不錯啦,你也是有改進啦 問題是說,你們到底是有政經,說 把這些地主的選民說,比較想要 我們那個館長,那個要取消發射 已經把內政部建議了,強烈取消 強烈建議來取消,讓這些地主安心 沒有這麼像那些鳳梦姐說的 已經一年多了,人心煩煩 人家裡要貸款也沒辦法貸, 地主要這樣,一些地主的老闆 去台北去做生意回來 想說,來議員賺一個額的,結果貸款沒有錢貸 這真的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是想說,對啦 施地這個功能要保護這個施地的功能 維持生態的平衡,這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不管保護生態的這種功能 不應該淋駕於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之上 所以請館長跟處長,是不是可以用最快的時間 把這個施地,這個主安施地的公佈出來 到底,我們要用公共設施的 我們絕對無意見,不要用到地主的地方 讓所有的地主安安心 我想大家,共創雙贏,這是最好的啦 以上,謝謝 好,感謝林烈賢議員 我們繼續邀請張秋明議員 各位長官,處長,各位黨人 正在我們的設施,我有幾項事情要跟處長知道 我們這次威脅,一次變得大 在地五十二間當中,連三幾川 不然那些人是怎樣,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這次,我是希望,那你威脅的時候 要去檢測到我們人民的困難問題 你一次威脅下去,他現在說 到底是怎樣,不知道 如果比較適合,以現有這個整項 看起來,應該是要怎麼大 如果有這個機會,應該三幾那 不用再威脅下去 以前那些東西,在人家需要 如果以外,要再加下去那部分 可以看,不用再威脅下去 還有一個問題,我要向處長,特別跟管長 做一個貼切 以前有五十二家裡面 牧場都是什麼呢 都在保地連的 憶政中 憶政中 保地連,牧場不可以看 你去裡面看 有夠漂亮的 都在蓋上 都在蓋上 但要漏資 還要再生保地連 如果像這樣的東西,我們 政府或是說 香港社會沒有資料去幫他做處理 那些地牌放在那裡,都會在政策 說你發保地連 那些如果沒有更早的人起來,讓他再生 再生 然後再撲起來 水還要流,做一個大水 兩點來,這都是 甚至水稿下去 讓我們所有的水稿和棠山河 就是保地連 在普拉沙 用這個 這個機會 也要把管長和村長來做建議 我就這兩點建議 建設蔡立可以共識 謝謝 好,感謝張秋明議員 謝謝我們請林金龍議員 感謝主席 館長、處長 各位我們這裡的議員同情 店長 沒有,館長 我們那個 這個 這個私地 已經差那麼久了 正經 我們最辛苦就是 這個民立代表 不惜毛病人 上面 那個 我們有成立一個 那個 做地支管理業 我們地支管理業 那時候我們的副主席 擔任主席 有去 我思考 我有在問 他是說 醫藥 可能我們 使用土地 會沒有烈日 但是我就是 找這個機會在這裡問 管長說 是不是醫藥 我們會這樣處理 以上,謝謝 好,謝謝林金龍議員 謝謝我們請 黃定和議員 好的 陳鋒喜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管理,那位處長 對於私地這個問題 你 家委你裡面說 就是說 我們規範優先 資源投資重要 較高的私地 照理說 有時候要吃 還是說 主案私地 本來的家委就沒有那裡看 本來私地是一點點而已 我們管政府 為了 要拿比較多的主案 都回來說 啊 私地把它擴大 我們管政府這面 把它擴大得蠻多的 我相信 這對整個 我們宜蘭縣齁 實在不好 這個 不管是主案 是有50%的私地 真正的私地的 私地的 樣 樣態齁 到底是多少 你們要實際去調查 去規範 不太對 還可以說 這樣一片化出來 雖然團隊都會 像大家說 農民要先載到 他們本來做廠 他們要做三個 有很多的開發內容 管政府 第一 你如果為了私地 沒關係 要怎麼來共存共榮 跟地方的居民 可以互相的配合 這是最重要 私地不是把它放在那裡而已 對不對 不然你說你要去那裡徵收 或是說要怎麼 他私地怎麼另外的發展 要發展觀光 要怎麼讓農民 得到那好處 你要說服 你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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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做這些事情而已 不必要是 你們在規範那裡看 有很多手段也可以做 你說農村社區的土地來改造 要怎麼來做 我們這裡來做一個什麼區 對不對 村地來規範私地 要怎麼 那怎麼去吸引觀光客 讓我們這個地方會更加繁榮 我相信說 你要有一套的說法說辭 要讓地方更加繁榮 才對 不然說會 要去規範 自己放在那裡 不然自己去規範 我們不賣 要怎麼來做 官僚啊 這是很重要的康徵 不是說 要去規範 哇 農民私地 我希望說 官僚啊 對私地不應該 我們就把它秉除出去 不是來自幕 要去規範 我們來實際去調查 真正的 私地內容是要怎麼多少 要保留 要怎麼保留多少 啊現在就是要 徵收 或是 或是在土地的境外再開發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我希望說 我們官僚比較用心 不然說這樣 現在大家都說 只玩私地 有五三二家 還是說 現在現在很多 牽涉到私人的土地 我認為我們管副主委 好 醫生 好 謝謝陳鋒行議員 我們請黃定和議員 謝謝 謝謝議長 管長 還有 我們天便副管長 我們天便 還有一遍伊丞 那個伊丞就是要把重要私弟 五位 要去做一個檢討 檢討後 之後 就是大面積 要把它索銷 射銷 結果 我要一年了 也沒有什麼成果出來 也沒跟議員這方面做一個率名 開火也沒有叫議員 所以說這樣的政策執行 有一點好像格格不入的感覺 如果有格格不入的感覺 政策執行下去就不會很理想 所以說這方面的官長你需要去特別下去 注意到這點 再來我們說這些師弟 尷尬尬尬尬 要來保障人民的權利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所有帝主的哀嚎 怎麼會照顧美照顧美照顧美 要賣也沒有人愛 所以說 官長你有那個決心嗎 就是說不管你多看 我官政府絕對便醫生 分年來執行 把這些所有的帝主 你們都不用擔心 我都做得來辦天宵 這樣就可以看所有的帝主 或人民的權力問題 而且 重要師弟 還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說 要讓這些好鳥 國家級的 或是世界級的好鳥 可以在這製造地 這是非常好的 對於環境永續的發展 是得到肯定 但是 我們所看到我們議員的官政府 並沒有去做收穫 有的人在這製造地 在這製造地 用大型以往去捕魚 來烤魚 有的人在這製造地 去找好鳥的鳥 還有他的鑽 拿去吃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依然 縣政府要如何的去保護 都也沒有什麼的 法則 我那天 給你們相關 問 結果有法則人 問說用什麼 條件來划 他也不知道 所以說 對於環境永續的經營發展 憲政務要再加把勁 請繼續請 張明華議員 主席 官長 市地公告程序都完成了 其實現在你追究 可能都比較晚了 但是 我希望我們市地法 在這製造地 在這製造地 十三條製造地 五年我們還要檢討 檢討是 既然大家因為 市地發射的時間點 更不用資 都有餘力的話 是不是我們 我們政府這邊可以 提早來促約 在五年搞的時候 中心 還要檢討一下 關於民主的部分 提早作業一下 不要用時間 交給我過去 這樣就很沒差 可以把地平所使用 提早把它收拾起來 另外說 這個比較近 頂來的時候 我用這個市立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民事利用計畫裡面 是不是說 我們政府這邊 可以說 建民貨物 這個系統 有什麼要做嗎 趕快這些人知道 讓大家說 這個月月了 但是我這個中間 雖然有了一點損失 但是盡量 可以 可以 在這個中間 我就利用 要自己的利益 不要說 旁邊那些都不能 不然 如果我們民事利用計畫 不早出來 那個土地 其實裡面 民事利用 從事實用也好 或後續的保育利用計畫也好 都很好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推出來 就重力了 那些不判使用在那 不能 這是我們可以 這是我們看到的利用 另外 是說 因為我們我們五十二家 這個設施 有把我們利責 跟農德工業區 其實在環境的考量上 它是有一種 調節我們當地的一種 我們叫污染的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 現在已經講過了 的時候 我們這個 管理方面 可能還要加強一下 因為那些工具 離境這個私地 有很多我們的外勞 外路 他會把那些當作他們 架式的天堂 是怎麼說的 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面 說每個國家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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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那裡 他們可能不知道 已經犯法了 所以這個部分 先說這個選党 跟這個 跟您要求這個部分 我們加強一下 以上 好 謝謝張明華議員 我們最後邀請 沈德茂議員 主席 有議長 管長 處長 我在同學 我想要把管長 其實 講到掌握 也是這麼不耐 因為如果說 22日來說 他原來 中央是說百幾架 不然說他做 兩百幾架 要三百架 這個土地其實 滿精華的 你那個位置 滿精華 那如果 主安這邊 原來人家化區 是說 你那個 要公路於 這個海岸線的 這個四地 後來我們的問題這塊 這麼大塊 所以問題這塊 都跟我們問下去 不過這段時間 經過大家的討論 尤其是你 自救會的一個 理性的一個 你跟 副管長也好 跟處長也好 跟管長也好 跟管長也好 事實上他們都很有誠意 是說 宜蘭管政府如果 可以接受 就是說 他們拿 他們拿報紙 差不多二十八至三十多頓 存在土地 都給政府 這個 拿索的土地 就是說 要怎麼樣 規劃 當然 民眾沒有辦法規劃 我們 也沒有那麼多錢 去找人來規劃 所以我 今天跟 現在的處長 有討論過 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 像管長同心 他來這裡的時候 那種基金的方式 基金 還是文創研究 那種基金方式 來開發 由 過去 我們的 開發 我也覺得說 都市街外 副大 電修 還是你開發 大概是以人為目標 我們人 基礎已經 不安 所以你 你開始 要把土地擴大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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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處理 那我們 可能管長也沒有 這個 公務人議事項 不夠 我們可能也去 做成基金 基金 然後再跟人工 貸款 就錢 來開發 包括現在的文創研究 後來也借錢 我看羅東擴大都市計劃 那個 替落 旅東的部分 也大概這樣子 我們看到很多的 這個 都市街外開發 差不多都用基金方式 處理 那 因為過去基金開發 都以人為目標 那 如果說 這些私地 我們可以用 這個 生態保育 土地 有永續 經營的這種方式 我想要建議管長 有沒有機會 從 基金 成立一個基金 來 開發 有一個專屬的單位 來努力 我想這樣子 如果朝這個目標 我想未來應該是有機會 來做這個方向 但是 很可惜 這跟管長副官 管長可能沒有了解 因為我們沒有找 副管長 了解這段 副管長原來對這一段的工作 就 態度 不利支持 那種黃議員 邱佳俊議員 哪有參加 不利支持 好 感謝 沈德茂議員 我們現在先請我們 縣長 先做一個回應 那我們有意見的話 我們再提出來 我們現在有請縣長 台北主席 林副議長 各位議員 先請 感謝我們 各位提案議員 和各位議員的關心 我們現在 十地法公佈議員 過去 我們議員有些 較多好口 較多敏感的地方 所以 有一個危險的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 有兩個方向 這樣來處理 我先說 歷史密國家 集的十地 其實 我們 關議會也支持 你像沒話一樣 我們差不多 歷史密歷史 我相信林副議長 有大家做 訂定的時候 就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 差不多等一等 等到 我們在九年才開始便利算 我們分做三年多 只有1億2千萬 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區也比較燙 而且 聖宮 這個 這個 民宿不大 六十幾公項 所以 如果我們 管政府 對著說 原來的 我們很早就歷史 因為這個 不想跟水療保護區 這算是在我們關 算我們在全台灣 我們很早就去歷史 所以 我們現在有些人 我們有做這個事情 這五十幾公項 現在在做 國家的實地 其實這個地方 大多數都是 所有的 現在 如果有一個國家集 大概就是 兩個島間 一個是國家 在那邊的時候 來給大家訂修 我想這些地主 如果說 有一個 法定的訂修 你國家可以 按照 我們現在 公共 設施的用途 這樣訂修 接近四處 我想民眾也不意見 現在最怕是 我們把你追下去 到底 什麼時間 才可以完成 甚至 保障這些 所有地主的這個 管理 我想我們今天 所有議員都 特別關心的就是 現在的 地主的管理 怎麼來確保 其實 如果他五十幾公項來看 除了是 國家邊境 再來就是 你國家要有一個 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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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就是 你這個部門 就要做 轉眼變形 把他這個 核心區的 這個 他的 土地的 這個管理 給他移轉出來 但是他沒有 來看起來 剛才 新議員 跟中議員 都知道 我們原來有一個 變態 全然都由副館長主持 現在發展到沒有了 只有最快的方式 透過土地 各為全然變形 這個地方 我們會做 公共設施 要來做融機移轉 這個機會最快 所以這個部門 大概 五十幾到 純粹保護區這個案 我大概會 等這個 新政府 集院 我會 找一天 跟內政部長 跟未來的營建宿 書長 來去 要求 因為 這個司機法 通過以後 營建宿所進行的 這個 工作 基本上都是 一段一段 它也好 在觀望 所以剛才 我們幾個議員 就知道 原來我們大家都 建議 不然就讓國家 來設定基金 來轉眼燈收 但是如果以我們五十幾到 這個原來 因為我們就一個 區域 通過 一個庫大都市的案 在那邊邊 所以我們如果 用這樣做 來做這種 轉眼變形 跟他們 剛才說的 跟我們 像一個 轉眼變形 的 庫大營建宿的 計畫 大家在說 到底 說的 多少 多少 那個機會就更快 這是 是 占對我就是 一家 至於 主安師弟的部分 我再去 配定一個 這個 紀錄 就是剛才郭議員 在說的 我們在 11月份 定期的那個時候 五副院長也把各位報告 我們前出一個 整個案 因為 你要跟中央對話說 我這個地方 有適合位 還是沒有適合位 因為那個 暫定 師弟 它只是一個 暫定的範圍 我上面也要把各位報告 因為過去 為師父這麼看 一千 四百幾公斤 最重要的就是 那時候的 休憩補助 但是 醫護前 那個地方 該有 做庇文 該有 做什麼樣的用途 因為那個地方 本來就給水 所以 我們經過 有一個 幾個案 然後 我們就交開一個 委員會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不方便 大家 在那個委員會 來參與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用 比較客觀的方式 這樣 建議 這個 所以我們在 最好的結論就是 他剛才 當處長給各位報告 採取 零方案 也就是說 回到原來 你是 被我們就被我們 殘就殘 水狗就水狗 只有在 竹安河口 竹安河口 公有地的部分 我們就 回到那個 範圍去化射 私有地 我們是 傾向 向中央要求 回到原來的 這個範圍 所以說 就是 不化射 現在的 一千四百多公頃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 管政府的態度 這個 進度 差不多是已經進行到這裡 但是最后 要是要請 內政部 營建宿 做最后的 確認 所以 幾歲 大家在了解 這個進度 我想 後天 這個業務單位 應該要延續 上天 十一月份 我們定義會 幾歲 大家都在關心 這個專案 這個相關的進行 這個進行 我感覺 業務單位 都比較保守 不記得把各位報告 這個 相關我們鎮庭的進行 有的可能 幾年 跟 期末 其實 這都是公開的資料 也可以讓我們 所有議員了解 雖然 尤其地方 水平 像是 五個月 完全說 當然是希望 可能 業務單位 他們可以 把地方 原來有些意見的部分 先去跟他們 做一個交通 但是不記得 這是大家關注的 而且 應該 我們在農業處 網頁上面 這個專區 它應該對於現在這個議題 大家 牽涉到那麼多地主 關心的 應該隨時把資訊 鋪上去 這我覺得 做不到的部分 我才來檢討 最後一個點 就是剛才 大家說的一個重點 譬如說 帝安 清洗公警 現在 優官 我們這個 農業會 是不是 大家看到 原來說 現在衛兵 我們 政府可以有一個方式 就是請農業處 這邊 跟他們 已經做成記錄 要建議中央這個部分 可以有一個公文的副本 讓農業會信用部 讓他們去參考一下 我想這樣也可以幫忙 這些 提出 因為 這個受信的問題 我們是沒辦法去特別去農業會要求 但是 我們有清楚的方向和資訊 讓他們去參考 基本上 那個所在 這個 的狀況 狀況 我們就是 讓它匯合 跟它原來 會土地使用的功能 會一直 現在我們是 用這個方向來做 我感恩 給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 以上 是我們 縣長 各位 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有喔 有喔 某議員 館長 你現在說 要發一個文 給農會信用部做參考 但是 我覺得 好像我們地政處的圖案上面 地域圖上 都記載說 這個是私地保護區 應該要選中的 這個最重要 要選中的 看 確定有嗎 就是有吧 因為 暫定 沒有那個叫做 法律上的定位 他應該是不能定路在上面 他現在就告訴你 這個區就是 沒關係 你說的這個保護區 應該就是 我們 農會書可以回去查 所以 農會信用部也是 依據他去調 調他們的 他們的庭本來看 說 這就為這師弟 要怎麼救錢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我們 橫向聯繫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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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黃氏招議員 謝謝 感謝主席 觀眾 分享一下建議 希望說 現在五十幾個的保護區 有分大瓷小瓷的保護區 修理的保護區 是不能讓觀眾 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跟內政保護原件事 先來做一個探討 先把修理 比較理想化的這個保護區 先來做處理 你自己說兩百九十幾公斤 太過了看 免費太過了看 二千都是私人土地 還沒有配搭在裡面 所以英雄 就是 疊住的恐慌 包括你剛才說過 融資的問題也是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縣政府 比照 我們原來蘇澳地區的 維港的方式來做處理 有可能嗎 修理的部分 英雄 好 我們 也請縣長 給 黃議員一個答覆 剛才說 這個國家級的失態 你現在要把它拆開 這樣可能有困難 因為你現在這個部分 一定要跟原件事說全然 就是說 原來有的這個部分 到底那個面積要多大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 它的蛋黃區的核心區 蛋白區是要多看 是合理 這個東西 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現在在處理 處安 這就是一個經驗 因為它最後 它還是會經過一個委員會 我們要有一個 真有這個 真有這個 學術基礎 真專業的這個論據 這是一個 至於說 你現在說 核心區 你說 管理政府 有能力去把它拆收 我想這個部分 大概 我覺得 現在的邀請 剛才原委員會 還沒進來 就是說 我一年說 現主是比較成熟 要利用 現在這個 擴大的 就是這個 用專案變更 專案變更方式 可能比較快 不然就是要求 中央變市 這個部分大概 我說我會 找時間 等到新的部長 跟相關的他的團隊 就任以後 我們就 帶著我們這個專案 兩個部分 分別找內政部 來做一次對話 這樣 就很清楚 到時候中央立場 我們地方 表達你 看他怎麼進行 他如果說 他願意 交給我們來做 他就是變經費給我們 甚至 我們如果 要做這種 國家籍的師弟 我想在 中南部有很多 都是國家 都有很多經費 剛才說的 民事利用 或是說 因為 民事利用 除了這個地主 一部分 我們可以 減顧他的管理 甚至要回饋地方 這個部分 我相信 這是我們 等久 來接的一個地方 好 感謝縣長 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現在 再做一個結論 講給大家 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 紫安重要師弟 涉及人民 權利勝據 縣政府應該基於 生態與現行 土地利用 處於平衡狀態 且富有依存之關係 第一 禁宿建築內政部 取消化設 有限政府 以福島設施 代理管理手段 營造安全區域 確保濕地功能 以人民潛力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是 五十二 五十二 國家重要師弟之 發設 應建築內政部 重新加以檢討 縮小其範圍 就地主 潛力保障委 優先考量 並由縣政府透過 擬定都市計劃 頂行政設施 做有效的處理 且就保育利用 計劃內容 配套設施 以地主達成可行之共識 提升 政策推行之成效 這個結論 大家不知道有意見嗎 沒有意見 我們就要這樣通過 感謝縣長 以及處長 以及各位同仁 那我們繼續 來進行第四個案 第四個案是 北宜直線鐵路 蘇花改工程 及台澳縣 冰海公路改善 等執行進度 及辦理的情形 這個提案是由 江碧華議員 防疫局議員 游鄉德議員 三位共同提案 我們請相關單位 列事報來 首先我們 是不是請 相關的處長 提案先看我出發來了 他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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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佑議員 先讓他們報告 好 請處長報告 北宜直線鐵路 北宜直線鐵路 蘇花改工程 以及台二 縣兵海公路的 改善的相關工程 大概跟 大會這邊來做一個報告 首先交通建設 一直都是我們宜蘭縣 非常重要一環 尤其是我們聯外交通的部分 我們由往北的部分 除了我們現在的高速公路之外 其實縣府一直長期在推動的兩個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計畫 就是北宜直線鐵路的部分 還有台二線 濱海公路 基浮段的公路延伸的一個計畫 這是往北的部分 往南的部分 當然就是蘇花改工程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計畫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計畫 來紓解我們整個 我們聯外的一個交通 一個事情 首先報告的部分 是北宜直線鐵路的部分 北宜直線鐵路 基本上它的全名叫做 台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 它是一個橫跨台北市 新北市 宜蘭 花蓮跟台東的區域的交通的一個建設 它主要是要解決這個 東部鐵路 尤其是花東地區一票難求的這樣一個事情 這個是在中央的相關的一個計畫的一個概念 可是在本府 因為考量我們環境 社會經濟跟效益成本的一個提速 然後也可以來紓解我們國道5號交通流量 跟蘇花蓋通車之後的影響 那縣府呢 這個相關的計畫 在做這個相關的評估的時候 縣府其實一直都以希望能達成這個直線的一個方案 來建議 來符合最直結距離最短效益最高的一個目標 那所以我們現在新方案一的部分 我們之前一直大力在這個希望推行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可是其後呢 後來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他們的評估上呢 他們從幾個方向來做評估 從交通運輸的能量 經濟的部分 還有最短的時間的部分 還有最後一個環評的事情 那其中三項的部分呢 都是以第一方案就是最直結的方案是最好的 包括經濟交通的這個運輸的部分都是第一方案 那唯一有一個是在環境影響評估上 因為通過這個翡翠水庫集水區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是現在的方案二最好 那因為在透過他們的這個整體的評估之後 在104年的部分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選定了新方案二 由南港經過雙溪到大溪投城這樣的路線 來進行後續的綜合規劃跟環境影響評估 那目前這個案子辦理的階段呢 是在綜合規劃跟辦理後面的期末報告 那104年的3月有召開這個相關的初審會議 然後現在在辦理相關的修正 依據106年的3月會爆部來做這個部分的審議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有關於書花改工程的部分 那書花改工程 相信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都非常的清楚 那書花改工程總共分為三個段次 書澳到東澳段 南澳到和平段 以及河中到大清水段 那位於本縣境內的部分 包括書澳東澳段 以及南澳和平段的部分 那有關於書澳東澳段跟南澳和平段的部分 預計都是在今年的106年 可以來做這個完整的通車 那其中書澳到東澳段是9.7公里 然後南澳到這個和平段總共是20公里左右 那這個相關的部分 的部分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參閱 那第三個部分 包括報告台二線 濱海公路的一個改善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原先 台二省道是屬於這個濱海公路系統之一 那原來的部分為了希望可以縮短到台北間之間的一個路程 那在之前交通部有規劃一個常態大西段的這個交通的一個 批建計畫 那這個計畫後來因為在經過這個水源保護區跟水庫的預定地 所以當時環境影響評估是決意不開發 那後來再經過縣長副縣長的大方的大力的這個推動 然後後來交通部有同意重新來規劃一個從浮隆到大 浮隆到大理之間的這個結灣取值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 現在已經在辦理相關的這個規劃作業 以及今年的六月就可以來辦理其中的一個報告的一個審查 那審查完成之後會依照程序報到交通部來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另外議員關心的部分有關於台二線的一些拓關的工程 尤其是北段的部分呢 現在公路總局有陸續在做這樣子的一個拓寬的一個部分 另外有關於砂石運輸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有跟交通部這邊建議 那個砂石的運輸應該優先於海運為主 那可是因為海運本身可能這個交通上的部分的成本比較高 那可是這個我們後續還會陸續在跟這個我們的港務局還有交通部來做協商 那以上就做這三個主要的這個交通建設的部分 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做以上的報告 好 感謝處長 那我們先邀請尤祥德議員來說明 現場齁 處長 那個 我說這個北宜直線鐵路齁 已經 如果要推算在幾年前就開始推這個案齁 就是每一次如果選委內 就北宜直線鐵路了 但是這個一二十年來 哪還有阿祇蘭 más 來看看 我給你觀察 交通部要是沒有支持這個案 如果今天交通部支持這個案 他沒有第二方案 絕對是第一方案 現在第一方案 其實說起來 你們這些要認真的人 你們也不能學會講話 因為你們如果學會講話 那些環保團隊明天就幫你們頂 這是必然的 你包括館長也一樣 包括這些政治事務 如果我們要求是第一方案 我會說明天才能幫你頂 但是我實際上說 第一方案 如果沒辦法做 不如北京一山梯樓不要再推下去 那是多說多建設 如果三十五分鐘要花兩三百億 一支的經濟價錢就沒有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 不讓我們在公路運輸來打拚 公路運輸來打拚 如果你說在台客和常態這條公路來說 說油還剛才回水水庫 油還民營跟剛才的議題 油還一樣 所以我們退期處 我們退期處 來找一條更多的更簡單法的方案 就是剛才我們承辦單位 我們建設處署報告 就是說 不管是代理還是就什麼都沒關係 就是 套到這個 套到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 這這樣很多 以我們運輸改例 這個統計這樣 這樣就剩二十分了 這樣剩二十分 平安公路這條有很多他捷彎起子 做隧道室的開放 我想 對這個問題 我們伊蘭管政府 那個 那個北極 這個第一次 現在是 他動作是副促平 他動作副促平 平安公路 是我們 應該要推的 一個主要 的一條公路 這對伊蘭管的經濟 對伊蘭管的運輸 我相信 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我甘願說 再來就是 我們對外南平的交通 如果最近 看這個 這個 當後到 索悟 我常常在跟索悟人說 過去索悟店 在北海鐵路 開通了之後 三個索悟店過 索悟店過 索悟店已經萎縮一次了 已經萎縮一次了 現在還在索水的 環外道路要出來 你看 現在我們的價值 要去索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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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 在索悟店 就在那裏高級了 應該 在爭兩禮拜 爭兩禮拜 爭三禮拜 應該我們這些 當時大家都已經 有去退位到 索悟店的車輛 將來 這輸一輸一輸一輸 如果又通車 我想索悟店 是 第二次的歷史 的萎縮 歷史的萎縮 所以說 現在這也已經 沒辦法 當時要開這條路 我們是要求 用這輸一輸 高速公路 在國道5號延伸 法連那邊說什麼 反對 反對我看 我們現在應該要 推的部分就是 將來這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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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我們作為 看是觀光道路 還是什麼道路 我們用這樣來 收購的方向 我們應該要 把中央建議 就是 5號高速公路 延伸到南澳 這是要求我們藝蘭管 要做的工作 這是一般 在跟人 既然開港的 大家共同的 心事 重點 現在比較有 高興性的 就是 這個 代理和 福永 這個方向 趕快來推 趕快來推 我想 統計官長 最後這個 兩年外的中間 希望 這個 有一個促進出來 這樣 對我們關照的幫助 謝謝 好 感謝 我們提案的 游翔德議員 請我們邀請 吳翁某議員 好 大會主席 副議長 我們現場 我們兩位處長 各位同仁 前對我們的 直線鐵路 直線鐵路 是剛才我們游翔德所講的 這個方案 如果要說 花幾個百萬 省十分鐘 沒差錢 沒效 我們是要一個快捷 還能夠節省時間 還有效率 也不知道有效 一定要推這款 也不知道有效 不說真的 花多少錢 沒效果 花幾個百萬 現在十多分鐘 我們要做什麼 當然 最主要 可憐 到底是頂頭 什麼 什麼用意 一直說 反對沒有直線鐵路 直接比較快 其中一定有原因 我們應該要好好 去 了解一下 盡量來正式一定要有快速的 直線鐵路 對宜蘭才有幫助 不說真的 開的沒效 沒用 不用開 神經病 驚人說 人來抗議 不用怕 環保團隊 不用擔心 那麼多 選票是要靠我們為選民 還沒有 再有辦法選票 說真的 這樣 我們說的 老實 可以 對 我們要支持 不對 絕對要去反對 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 基隆公路 從基隆到福隆 已經都開好了 早期就開好了 我相信 前幾年 我也帶一些 離鄉 到外縣市的 一些 真有氣 做得很好的人 就是關心這條路 就說 基隆公路已經開好了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宜蘭呢 他們的血水 他家他家的 沒有宜蘭 一條 第二條 通過 疏解 交通問題 就是要從哪裡 從 最快的 就是在看那裡 常態 直接到大吉的 寒吉 這是最好的 早期 你推 但是 我們都知道 革命黨執政的時候 他就羅做一個 名稱 不幫你做 就不要幫你做 直接告訴你 不要幫你做 不好意思 幹什麼 就說 那就是水 有一個水把 羅做一個假的東西 在那邊 影響整個宜蘭 未來的發展 我們那條路 如果開通之後 對觀光 對運輸 各方面 絕對有幫助 相信 這個人也來經過 館長 也跟副館長 關鍵來變 為什麼現在 跟人家不在想通 他看說宜蘭 在這條路 沒有來開這條路 已經不算了 所以 他現在才 要來開這條路 但是 我希望也說 因為 我們宜蘭的 台車這麼嚴重 要積極來爭取 這條 剛才說的 那朝洗班農前 久以前 這個這樣 開起來 你可以看說 你現在很舒適 看那個道路 你開始外國 還要積極到 福利 這次我們 舊生 還要完成 測試 謝謝 感謝吳農某議員 接著我們請 張秋元議員 府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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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黨人 我陣在這個議題,有兩項特別要拿出來做經驗 剛才所說的,不管是第3次第3次,這是第2次第3次 這些東西都要趕緊進行,要趕緊進行 我們也要趕緊進行政府的照顧後,我們一邊突出,我們很好的訴求 很速,來陸信,讓他們可以訂出,要做不做,當時的事項 本身另外又關心的是什麼? 關心說,這些東西是這麼做的 我們在裡面,如果不趕緊,對著我們每一個專門站到他們要去的鄉庭的來算 我們在裡面,關來的算路,趕緊做積極的處理來說 這樣,那些人如果直接撞進來,他們的關還會比較拚 如果比較適合,我們在裡面的關來的文書,可以更好幾乎 可以讓大家趁緊進去買歸去的地點 如果這樣吃,我們所有外來的,尤其他就不會說自己開車來 會運用我們的公共文書,台中文書 這樣,真真真真有法度,讓我們宜蘭人感覺說 我們住下去是真真,過頭,幸福美女 我特別又來提出一間,就是我們的蘇花街,在蘇花街這個地方 每天看到本期的旗山橋這個地方,有做大幅度的改進 但是縱使,剛才上天那裡說,如果要去南樓,這邊這個部分也要更緊縮 趕緊一點,就在地方的意見,跟我們的專業,緊縮,做這個事情,想更更更緩 不能說,直接來到那裡的時候 目標看說,我們要拆到那麼多的都不會出來,都不會走 我們也說這個可以,我來做作為,大家做參考 謝謝,謝謝 好,感謝張秋明議員 謝謝我們邀請陳漢中議員 感謝大家主席 館長,我們處長,各位董人 大家好 館長 館長 五日空以後,都幾天就新政府要現接了 中央和地方應該是都全民進黨全民執政 應該也要有完全的執政 讓我們宜蘭人有一個安全很便利的 要回到我們宜蘭的一個路 也要讓我們花蓮人有一個安全回家的路 在這裡,有幾個訴求啦 就是說,所謂說路 現主席,館長你也非常清楚 他的路非常的思緩 車庫也很平凡 大車都坐,三個車都坐 今天 北京 這個 直鐵 縮斷 和我們這個 台北和華蓮 這個行車時間 不像這 我們這個準交通部 這個部長 叫做賀成蛋 他表達反對 不知道是有傳還是怎樣 所以本社在這裡是建議說 你身為宜蘭官一個大家庭 應該要去了解這個情形 這個人你不知道放不下嗎 把本社絕對放不下 因為這是 我們宜蘭官 我們建國 無關 這些 一二線也好 可是 我們平原山這些 渡路 非常 重要的 一個 另外 的渡路 我發覺 發連館長 副君子 憲長 為了這個 跟辛苦的立委 小立委 也是民進黨的 聽到這個消息而已 發動民眾 要去北上 要去總統府 來抗爭 我要請館長 如果 這個 沙發街 這個道路 他要照這樣走的時候 沒有要打敗 你的看法 那種絕對支持你的 我絕對要替我們議論官民 來進行 這個重大的交通建設 我記得 我做副主席的時候 當設施的交通部長 就是我們的鐵路高級 來這裡做更多 連要給你改選也沒有給你改選 好 感謝 陳岸總議員 我們現在五個發言 我們現在先邀請 好 我們邀請 第五位 劉天吳議員 好 台會主席 副主席 府議員 國長 副主席 各位臉 國長 北約3,4里 我以前去我八十三年,一位議員 席婚姻做館長,在館長中期孫的時候 我跟郵禁娘兄,就提出北岐一山梯樓的事 為什麼?因為那時候,北岐國很公路,房間打不開 房間有很多,還不能完成 所以就想說,是不是做北岐一山梯樓 還可以改館,這是一個時刻 我想,這麼多年來,我們讓北岐一山梯樓 北岐國所說得好,但是北岐一山梯樓 我們有兩個案子 我們地方,比如說在台北,來到頭上 地方政府,另外提出案子 在台北,要跟台客 那兩個案子,地方政府一直不用我們的案子 我是覺得說,我們要清楚 包括,先接受賀神譚部長 他現在說,或是說他說不清楚 他對北岐一山梯樓有意見 所以我覺得說,管長不管他怎麼說 他有心無心 應該騎到宜蘭行 管長,我們管長的團隊 應同要大聲說,我們需要北岐一山梯樓 因為這不是改館宜蘭行,對外交通 北岐一山梯樓 可能是說對宜蘭,先有十點清,先有十點通清 但是相對,對法連,台東也一樣 後來有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說,我們北岐一山梯樓 我是覺得說,以前丹町南先生 生情是在我那邊說 他說是不是可以做結婚法 就在山梯樓建華 直接到台北,交到結婚了 這樣更方便 所以我們管長,你有機會 應同要直接,我們向中央政府來做反應 向交通部來做反應 這不是宜蘭人的事情 是整個,包括花蓮,台東,都影響到 所以我們管長,這個部份要加強 我認識一下,跟中央說一下 另外就是說,我們所謂的這個部份 像南部,可以說蓋好很好 像是南部,蓋好很好 那真是可以說,好觀光的地方 其實我剛才想聽你說 現在可以說,我們五湖國所公路 延伸到南部 延伸到那裡 在蘇湖到南部,九十多分 我想這很方便 南部的地方 蓋好好,可以很多做館工 做外棟 我想這在伊朗關 要去音樂的身口 好,感謝老延伍議員 現在 是不是先讓管長答一下 還是做一次 做一次 做一次 那我邀請邱家建議員 大家主席,林副議長,林副議長 林副議長,林副議長,兩位處長,各位當仁,大家午安 館長,館長就很大 針對北極第三天 剛才說,將近一十秒的時間,議員人正處 雖然對過期沒有到台灣的幾個方案出來 但是,正常我們聽到 前朝東部長的講話 我相信,館長跟所有議員 跟所有議員同樣 來想那種的 覺得不滿意 但是又不知道要怎麼將中央 來表示議員人 唱我們的旗台這個過程 我相信議員人應該是跟管長同一個騎組合 要來正處這個方案 那依照我們現主席兩個方案來看 第一個方案 三十六公里 第一方案五十三公里 教公也要算是三十六公里 還存四百七十六個以上 第一方案,公共的版本五十三公里 要花五百五十三個以上 所以 依照經國英文的成本 開好的成本來看 所以我們是認為 第一方案 絕對是對我們 建國議員官 這個交通文書改善 最重要 最好一個方案 我也不知道說 中央 我們前朝東部長 他這種的 對外談話 是不是代表已經定調 就要這樣來定案下去了 但是我認為說 管長在未來 聽說在我們 公共的情況之後 位高權重 應該是代表我們議員人 將這麼好的方案 來完成推動 如果說 這個方案不可以 剛才我們議員說到 是不是可以用鐵路捷運化 如果有辦法用鐵路捷運化 這個方案來推動 我相信這也是變相 來推動 直線鐵路的一個改善方案 過去中央缺民議員人 兩人說 第一個 公路的部分 在英文議長 時代已經完成 第二 我們現在要按鐵路的部分 這個鐵路 這麼重大 對宜蘭人未來的發展 這麼重大一個交通的建設 我們希望說 管長 你未來 在中央有機會 如果繼續連任中上委 跟中央 在相關的保護手段 可以來做一個最好的交通的東西 可以將宜蘭人的心聲 來做成分的表達 我們蔡英文總統也很重是宜蘭 要改善宜蘭 要改善宜蘭 中國的交通跟經濟發展 要平衡東西的發展 宜蘭這個環節 東北角這個交通的 石角這個環節 一定要把它改善 所以 北於第三天 要來完成 我相信 管長你的 檔檔絕對比所有人都還要擋 我們宜蘭官面 全部做了效盾 拜託管長 無論如何 這個方案一定要來推動 是我們宜蘭官的版本 是三十六公里 不是中央說五十三公里 省十幾個元長的版本 在這裡拜託管長 替其他人來做一個政策 好 感謝邱家經理人 其實我們請陳俊宜議員 感謝我們主席 副議長 我們管長 我們兩位處長 各位董事長 大家午安 管長 說實在 北於第三天 這是 我們在第三天 隨便開通 然後我們宜蘭人 另外一個很重大的 紀太 這個 重大的 這個工程 這個 北於第三天 最近 吵得沸沸沸沸 就是 要去到不去 其實 我們這麼多黨人 和我們很多地方的 民意代表 都有一滴的 標示 就是 一定要極力 來 成立 這 北於第三天 的行見 所以在這 真的要拜託 管長 可以繼續 關於我們所有 這些 地方民意代表的 意見 來跟 這個 頓庵那邊 來給他翻臨 過去兩千年到兩千 四年 我們民進黨中央進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中央拿到很多的這個中台建設 所以也是要拜託館長 我們在館政府這邊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這個 這個價位做一次來向中央來政策 剛才我們很多的議員當中說到 第一和第二和案來看 真的說在我們這個時間上 還是說我們實際上需要的應該是這個一和案 如果一和案沒辦法做的時候 真的說要去政策一和案 我感覺這也是浪費金錢到浪費時間 過去我們中央交通部也曾經 要翻過一條這個屋宜高速公路 我在這裡是說要建議我們館長和我們相關處事 是不是可以接對這個屋宜高速公路的部門 也可以一旁來向這個交通部來政策 未來這條國所公路如果可以開到議員官 看是要在銀線還是在打開之後 接過三星走三兵這一兵 未來跟我們的國道五號這一兵來做連結 我相信這個整個議員官的路人 可以說經過環境 所以在這裡拜託館長和我們處長這邊 來共同來政策 這個環保的問題 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立場方向去看 不要說到工程的時候 常常用這個環保 來幫我們堂塞 我覺得這對我們地方要發展 這是一個很大的瓶頸 所以請館長和我們處長 這個屋宜高速公路的部分 一邊跟列入我們的這個中帶的交通 建石 以上 好 感謝陳俊里議員 繼續請我們邀請沈得茂議員 主席 公車疏散 沒辦法疏散啦 做計程車要到風景氣要什麼 它有很多不方便 所以很多人就會開車 第二個 其實我有去調查交通的問題 其實高速公路上有六七成人 是我們自己擬人人 盡情出出的車輛 不是完全都外地 所以你說叫他不要開車這些人都會到運輸 都會做到那個火車上去 其實那火車都現在都是路客在做啦 其實 過華年度有人坐車 過華年度有很多 有很多 有濱海公路 有高速公路 有那個北宜公路有三條路 都很好走 所以很多人其實要開車 所以我現在要跟館長在報告 其實如果你沒有 環境沒有誘因讓大家 高通方便 人家不開車的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 至於說要不要開直線鐵路 我這個都可以討論 如果你現場任何需要 我們都可以支撐你 但是最重要 只要跟館長拜託 提供的劃 這個才是最大的重點 因為這東西橫向不通 每天都塞車塞到外國感染 這才館長幫忙 第二個我們認為說 替代道路很重要 剛才就說過了 要過華年南澳的方向 我們現在還有一條 蘇花公路到南澳到東澳 事實上替代道路非常重要 所以 所以有關於這個 基輔的公路也好 蘇花改的公路 要到東澳南澳部分 我們都很支持 蘇花改的一個建設 甚至於蘇花公路的建設 這一個部分的努力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沈德茂議員 接著請黃定和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觀眾 現在對我們宜蘭館 交通打卡 日趨嚴重 一天比一天更嚴重 這個 當時我們要去舒緩 和改善 所以說 北宜直線鐵路 這是非常重要 還有 台二線 邊海公路 這都很重要 如果 維南這方面 就是蘇花改 這方面 要不要去 閒接到華年這站 所以說 這都非常重要 我們的 附加價值 就是說 這個如果有法度做 它的附加價值 可以替路 都攻擊起來 宜蘭市 獲利最大 所以說 本市要起來說 就是這個 是重要的在這裡 既然是在 好下路 好 東港路 或是在聯絡 A道 都可以 隨著鐵路 高價的時候 全部 東西 什麼也通 南北什麼也通 這對一個 城市 是非常有幫助的 發電 潛力無窮 所以說 這點一定要特別注意說 不能放棄去 一定要來 到處理一下 再來就是說 我們管政府 和交通部 過期 都有成立一個 專案的修組 這個專案修組 已經成立了 是不是 這方面有比較 既體 會進一步的公法 到底 既體到什麼時候 待會也要拜託 管長 你來做一個 算命 在電視中 後來聽到 未來的交通部 部長 賀陳淡先生 明天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說不會去 要不然 你們真的不會去 我們長期生 既然人 在打招 過程當中 所努力的方向 才偶爾 偶爾 就是叫 幫忙 所以對這點 我們管政府的態度 是什麼樣的 所以說 中央上有政策 我們管政府下有對策 也要拜託 管長 我們的對策 是要去引引 這個選進的力量 讓我們 這個南和北 可以這樣銜接起來 輸出我們議論館的交通 感謝你 謝謝 黃定和議員 接著請 吳邱琳議員 吳邱琳議員 主席 各位同仁 縣長 我們兩位處長 有幾位 宜蘭要直鐵 雙北要好水 所以 我們在講 北宜直線鐵路 其實還盤蓋著下面 我們要講的就是 後面 目前蘇花改要通車 這個都是一連串的 但是中間 我們應該還要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鐵路高架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一連串的 既然人家四十多萬人 雙北的話 因為他們要 他們要的是好水 那個 輝瑞水庫的這個水 含養著這個雙北市 那這雙北的人口數比我們更多 所以中央他會做這樣的一個權衡 當然可以開就開 但是 環境平和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一直感覺 選舉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的同事講 選舉的時候 你發發發 然後大家都一直發發 很開心 背直 然後結果呢 選上了 鼓鼓鼓上任了 就有這樣的一個聲音出來了 所以 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在這邊喊 這邊叫 有效的嗎 觀眾你來講一下 我們來講也有效 發得大聲也會有效 不要說一個話也會有效 對不對 但是 其實我們還是要往前看 怎麼樣才是能夠解決 我們未來的一個問題 剛剛講我們舒嬅改通車了以後 這一個在宜蘭線內的塞車的問題 當然這 我到五號這個塞車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的去面對 那其實 三角下的那個 那個那個 二號那個 那個那個道路的話 他講真久了 也沒聽到 什麼時候才要做 那鐵路高架 什麼時候要做 如果說 這個北宜直線鐵路 做不到 還遙遙無期 我們能夠等 但是至少 這個鐵路高架 你要讓我們知道 在你下陣進前 他如果能夠動工 表示說 我 林縣長 你對宜蘭縣 縣民這兩屆的支持 給一個交代 確實你做到了 因為過來 聽你講 這是中央的問題 他中央能不能會被支持 那我們再繼續努力 所以 宜蘭縣內的塞車的問題 首先要先做解決 那再來我們把這個北宜直線鐵路 我們還是要努力 怎麼來努力 看大家的 所以希望 這一個 剛剛我們 你一直強調的 在線內的 這一些的 要規劃的 這個主要的道路 能夠拓寬 能夠施設 解決塞車的問題 好 謝謝 烏秋林議員 接著請 陳鴻喜議員 謝謝主席 館長 各位 董事長 各位 對於館長 我們在雙紀 通常有說 很多的 未來宜蘭縣的發展計畫 不管是我們基福公路 還是北宜直線鐵路 還是現在的 現在我們蘇阿改這個工程 大家在說 就是說 環保團體一直反對 什麼事情 我相信說 現在 民進黨全面執政 管理你們也 以前的承諾 說 小英上任的話 我們很多的建設會 英任而起 應該很好 就來建設事情 結果呢 就要不像我們 賀陳丹的 未來的交通部長 就跟你們打臉 說 未來那個 北宜直線鐵路 到底是公金的 還是公家 還是放個風聲 要來試溫度 我們宜蘭縣的 會想法什麼樣 其實很多啦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其實 我們管政府 我們宜蘭縣的 我們宜蘭人 在建設這麼多時間 在建設 北宜直線鐵路 基福公路 現在還要做一個 什麼公路啦 要怎麼來做 我相信說 管政府啊 你還有兩年的時間 要怎麼來建設 這些建設 你登記會 你也說 如果小英上任的時候 一些 金建建設 一些建設 一定沒問題 管政府啊 我要聽你說 對你整個 宜蘭縣的政策發展 到底你有辦法嗎 那你如果沒辦法 我們在這裡說啦 假如說的啦 我希望你做一個 承諾 美蘭 北宜直線鐵路 基福公路 蘇花街 這一些重大的工程 還是我們線內的山腳道路 你說四縱六橫 這個道路 怎麼去 拿這些建設回來 是有可能嗎 管政府啊 現在你們全面執政啊 我相信說 人家你說 剛才你說 環保團隊也反對 我相信說 現在沒有環保團隊了啦 也不要反對了啦 他們環保團隊是 為反對 要反對 啊 希望說 管長啊 現在既然全面執政啊 你要全面去爭取 經費 來得到議論館啦 不能再停滴啊 再放一些風箏出來 要試試溫度 議論館 這樣就可以 就不要做了 我希望說 這個齁 管長你要比較用心一點點 好 以上謝謝 好 感謝陳鋒許議員 謝謝我們 邀請我們的張議長 好 縣長 各位同仁齁 北宇宙縣啦 說很久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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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要給你 建議是說 我們就照顏料呢 南港 本來就是比較大客人而已嘛 這本來是 我縮隊上去十八分而已啦 阿 阿 現在公公換 南港 跟公公是跟我們換 不公公家去 是 頭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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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說到好戲的時候 還說 說百里亞戲 現在還說 你 福龍打十二點 應該我們原本人是愛的 是很簡單 我一行要一條鐵路燈來 我是說應該 館長我這裡 還說 應該還要檢討很多 應該原本就要一個市長 連台北市長 他就支持說在這裡嘛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 以我們 倫理來說 這裡是路線 應該是想什麼 也說他過去是 我們可以拿到頭寫而已 他說到頭寫 他說我們 為了不想 匪稅 水庫 這我們還是要給他們 考慮 但是我們勉強 像台灣市長 郭文助理 跟我們政治說 要接我們 建議在這裡 我們議員要一條 不要把我們抵抗 抵抗 棟埔 這樣企劃 其實公共是 都一企劃嘛 如果我們可以說 把管路到這裡 可以選擇一個市長 可以給他 請求你很多 是說你的看法 是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 跟我們共同一起 我們任何人 來跟共同行政 你帶對 政府的政策 我們就是要這條路 阿老婆 我讓我這樣教的 管長啊 我如果要聽你說過 差幾分鐘 也沒有我們賣 做這個也沒有意思 但是我找到路 讓我們宜蘭館 館民 可以過來 我想我這點的時候 跟你的 任期好 跟你說的 相識合的時候 我是說我們 用宜蘭館長在頭 宜蘭館民 來出現 絕對沒有給他 這條路 最少的 看法 看是不是 你會跟我們 我們同樣說你 老實 切這樣比較好 好不好 議長 好 感謝 當議長 介紹我們家 楊順牧議員 主席 府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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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我認為 鐵線 鐵路也好 或是隔開 隔壁也好 怎麼開 本身都會支持 可以說 快速 安全的 當議員 還是觀光客 議員 這是第一 我認為 我們鐵線 鐵路 要做 還是隔壁要做 我們 議員 所有的 議員 因為這 隔壁鐵路 是不是可以 先進去做 我看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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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可能是 在當時 隔壁 要做 那條路 要撞 我想 要做 之前 那條隔壁鐵路 可以先來做 他還要再接 所以 我們也 不只影響 大腿路 在 東港路 還有 校舍路 這邊影響都非常大 最近的車都不太多 我看 我前幾天 也去 立博去看 拜六十 人就很少了 很多 原因 我想是高通 原因自營 要來議員 時間花得非常長 時間都在車上 所以 我們本來 建議說 我們要趕緊監處 看得到 你利用這個機會 把環境 擁有空 以後 把這個 鐵路高車 趕緊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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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好 感謝楊順牧委員 最後 我們邀請 黃世超議員 感謝主席 觀眾 還有一些看法是 管理部分 這個交通的 這個 配套要先出來 包括 公路的部分 鐵路通了以後 高車以後 人在跟宜蘭之後 我們的配套 什麼去做 線內的公路的部分 鐵路部 應該要高車 我相信 好下路 東工路 以後 路東 利潔扁高度 東山東路的扁高度 頂頂了 我相信這些工具去改觀 這個部分 應該要去改觀 所以真的做管理部分 鐵路的工具 跟公路的配套 去處理 管理部分 我相信 我在網路上 希望 用這個 這個 30公里 農共 37分鐘的 方案 衣服 環保團體的 資格 我相信現在 現在我們 國土國學校 已經開十年了 其實說 工廠的 工具的進步 十年應該也非常快 而且環保的 這個儀器 也越來越嚴謹 所以站在 嚴謹的環保 監督之下 跟工廠的進步 我相信 時間的品質 應該 在這個 風暗的部分 應該不是問題 就是環保團體 要去注意 宜蘭 我如果要搭車 要來宜蘭 還要去 到台北 搭車 造成的 空氣 也要去賓國 我想這個 兩粒 起極大 兩幣起極小 你說多藥 沒有幣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社會 依宜雄長不可兼得 那很清楚的 去評估了這個之後 我想 剛才報告過 延期的環評 以及工程的進步 應該是施設 第一個方案 用37分鐘 來施設 一山梯 最好的方案 以上的建議 好 那我們以上所有的意見 已經都中文表達 那我們現在請縣長 來給我們好好的一個 做一個決定跟反應 台北主席 理會議長 感謝各位議員 先進的資格 議論關 整體的交通建設 大概各位議員 主持人 或是主持人 我們在每一個選區 大家對著議論關整體 我們對來的交通 其實很多年發展 已經有一個系統性 所以我們這幾年 我們管政府和議會 我們有發出 我們要去議論關 叫做縣性城市 就是說 我們在 長久開南200幾年裡面 在前面跟前面 都發展在 我們的台球生路 我們的鐵路 到現在 我們的國度五湖平原山 整個南北軸線上面 所以剛才大家說的部分 我們看大家在 推動鐵路高級 不管是宜蘭平 路東平 或是其他 我們宜蘭只有兩次機會 遇到要有重要的轉案經費 一個是宜蘭市的 寬市道路 這樣提高一次 一個就是 我們的松林公園 配合在三次的提高 現在中央政策改變 我們其實 中央現在欠宜蘭 就是因為 現在 宜蘭館已經 入住在大台北的生活寬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們現在說的 就像說 宜蘭的交通建設 所以現在宜蘭館 整體的建設 剛才大家說的部分 我就分做幾個部分 對來的交通 我們的鐵路高級 四百七十九葉 我們現在完全整個月 甚至 整個月也已經完成幾毛報告 現在差交通報 跟我們設定 差交通報 跟我們設定 所以這條 我們是優先要成立的 再來就是一條山腳道 我們現在 都差不多在東平的 南北山 但是西平 欠一條南北的電路的行動 所以這四十幾億 路人的規劃 在鄉民做行動的時候 差不多水面會都開過了 原來差是差在大街一段 現在這個爭議也都解除了 但是我們這幾年報到中央 也是都遲遲未核定 所以我給各位 我們議會來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的策略應該是 交通報長 行政儀 的團隊行政儀 我們優先要進出 二人關 替路高級 跟三角度 這是我們一直的目標 我們希望說 今年就可以得到中央的一個 這個卡丁 這是我們交通見識 對外交通 剛才我們成功 比較南平的所法改 所法改 大家都知道 當然是 古書廣路先要變成 所法改 也是因為環評 大家會記得嗎 當然是 整個山路路南的時候 我們也都留好 路人也留好 為什麼最后 也是因為環評 環評的關係 所以在馬政府前進去 馬總統他們改變這個界階 所以現在 在我們宜蘭平的部分差 黨和黨和黨和黨 就是規避環評 所以現在大家說的 如果 現在中央政府 不管上這件 你要說到 所法改 要全線讓它通 就會回到原來 那個環評的問題 所以 那些事情 大概不是我們 要去面對的 這是中央要去面對的 只是說 我們現在 對著所法改 所法改 所法改 我們優先要解決的是 二次所法改 不要變作過路客 不要變作他車 所法改變作停車場 這是我們 管政府 在地區裡面 必須要去面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 跟公路局 有幾個方案 在準備 包括旗山局 的改建 包括我們現在 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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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聯絡都要討論 要是 我們現在 轉型 希望有多所有人 可以來進一步 來作為 一個 交通的轉運動心 未來的希望 這樣 讓所有人 從華連民國來的地方 我們不要 讓所有人 變作停車場 如果 我們要處理 剛才 大多數的議員 都認同 由相對 議員提案人 就是說 我們議員觀的三頁 物流文書 要是靠第一線 因為高速公路 沒辦法通 大火車 未來發電 可能也很難逃 只有 在第二線 要把它縮低 半小時 要縮低 更多的時間 一方面 也可以變作第一次 作為 高速公路 開車的時候 配合 台九線 北極公路 跟這條 作為分流的替代道路 這條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案 這是我們經過幾次 踏車以後 小弟 跟現在 現今的交通部 的担保長 跟他要求說 過去 這個地方跟 翡翠脊水 脊水區不一樣 它是屬於基隆 那邊的 一個 這個 水管保護区 但是 這個水管保護区 我們現在要求他 比較 往北邊 因為過去 環邊是比較 往南邊 剛才大家都說的 就是 更加我們台北邊 現在讓他更加北邊 所以 現在這個案 它現在的 規劃案 已經 完成整個月 我們希望說 他很速 可以在今年底 完成期末報告 我們也要求交通部 這條差不多四十億 四十億五年來 大概 可以改革 宜蘭關 沒有理由的文書 因為我們現在 一台規劇 如果台北港 拖去到西部 我們一台車 我想想請你做的 規文 這個保文 比較了解 一台的我們都計 外地都要計 差不多兩千塊 的成本 如果能夠減低 時間 所以這條 我們優先 希望這也算 作為我們 這個 第一季的 這個計位 中央來政策 至於 我們宜蘭關 未來五十年裡面 王伯的 對外文書 這也是宜蘭關 經濟的 建設 我們原來 認渡王媽的一條 就是高速公路 但是高速公路 我們現在 因為 變作大大大地區的生活官 所以百年禮拜 我們已經搭車 所以 如果在山梯路 在山梯路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 大家都說到 都有點模糊焦點 就是因為 這個案子 在民國 九十四年 扇金法 推動 九十五年環評 去打倒下來 當時 其實環評沒過 是因為 當時 你的規劃 總規裡面的規劃 對環評的交代 交代不清楚 當時要求保護 但是後來交通保護送 所以這八年裡面 變作如果大家 如果知道這個過程 後來 我記得當時的林建議會 受到地方這個壓力 要求交通保護 重啟規劃 他們用什麼呢 用東部鐵路提速計畫 就是說 台北南港發展 跟台東三點正 所以他們發展到要來變作 交通保護 大家說的 減十五分 要花總共三百億 所以對宜蘭人 你如果改這條 現在叫做 公布鐵路提速計畫 這條 在山地路 這不是我們宜蘭人要買 所以張景深反對的是這條 說你如果花200多億 要三百億 減十五分 沒有意義嘛 你如果花那個錢 請學士列車 如果再加買幾台 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台六個 差不多都會減半小時 所以基本上 我們愛的是這條 所以我們的幾位 上頭 我們都是走向這條 就是說 如果剛才五十年議員所說的 長久以來 當時 浩龍斌做指定的時候都反對 因為輝瑞管理局已經管了 我們現在有機會 跟現在的柯文哲市長 可以對話 就是說 他跟我說一句話 拿所需來說 因為這個當中 在西港的時候 有反佈的一個要求 在西港就要做環境監測 因為西港的時候 有一個監測資料 現在英文已經10年 10年也有一個監測資料 對著翡翠脊水區的水質水量 有沒有影響 所以說 數據來說的話 如果 現在的顯現 真的有影響 今天 那些資料拿出來 我們就一槍斃命了 不用再散工不用去 所以 到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要對這份資料 就是說 我們希望 我們宜蘭 在南港和大家 可以30幾分鐘 這條對我們最有幫助 而且這條我們要分做什麼 我們的規格 現在就是配合 我們現在宜蘭管的鐵路高車 我們叫做 兩島飼軌 兩島飼軌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這樣南北鄉在走的時候 他當中在後港在房間裡面 可以設備車道 宜蘭就可以變成快線 轉車 我們就變成宜蘭可以轉用的這個規模 沒有 我們現在現在是 鐵路大家在坐 我們現在是跟台東發電 在分 我們差不多分四分之的車票 台東發電等到分四分之三的車票 其實 你在原來的這個減十五分鐘 對宜蘭管 一段的幫助也沒有 所以 你也要做成功 可以來影響 高速公路的混流效果 也特別行 所以 如果大家有一個共識 因為這個價位是 當中的價位 就是宜蘭管 在未來五十年 一百年 最主要的對外交通的建設 就看到這條 我們一定要目標一帝 目標一帝 所以 就 我們對著 國界的配平資格 我們也是說一個最重要的 鐵路的文書 是全世界裡面 最環保 最綠色 最永續的運輸方式 所以 我們不是說 要在那裡再開一條高速公路 無同一個角速公路 經過 財拿 這些集水區 大家想看 那個車那個冬木 造成的環境污染 會比 我們現在鐵路的文書 都在膨洪裡面 電器化 影響散外 更大 當然是 開車的 影響更大 所以 我們其實 如果我們議員人說 我們絕對不是說 金屬蘭 為好要經出這條路 我們讓我們更方便 我們是站在,我們已經進入大台北的90分鐘的生活款裡面 大家想看看,台灣高鐵跟高雄, 台北跟高雄,減兩點鐘,總共花4千億 一點鐘是差不多要2千億的成本 如果我們可以在台北,在南港,現在南港大家看的新聞 已經變成一級的沾,高鐵也在這裡發沾 在這裡這個地方,差不多變成是直接的發展 這樣來說,我們如果人家要進入百部,由宜蘭接到南港 我想,我們作為百部地區的一個生活圈 我們要求這條交通文書,不只是為了宜蘭,也為了大台北地區 大台北地區的生活裡面,我們需要扮演一個衛星程式的概念 所以,我們不是台北地區的,我們是百部型的一個副度心 所以,用這樣,我們要求中央在交通建設,來做一個佈地 我也希望,我們現在要有一個民間的聲音 因為我們現在跟議會在說,還是管政府在說 這樣看起來,跟我們變成,跟我們丹豐民的議員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台北地區速公路 可以當日,早日通車的時候,工廠街跟社會國街有聲音 這樣可以讓他們變形 所以,過去,我記得在老議長的時代,有跟陳希南先生 有生了一個促進會 後來,因為有些過程,所以我們要繼續再推動 所以,我們現在,我準備來發動工廠街,來在社會 來推動一個促進北地區的促進會 我們管政府現在,憲主席做的這些資料,完成 我們必須要清楚,來對社會,來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這不是要跟多個團體的對抗 我們這是對著,我們議員官 要是我們百部的鄉親,一個政府的政策的態度 所以,在這裡,很感謝貴婦可以有這個機會,拿這個專案 至,我們這個相關的靜庭的部分 我們的分別,把這些資料來做一個更加完整的準備 也希望說,未來有機會,要來到中央隊伍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一致的共識,共同的聲音 這樣我希望我們清楚,可以更加有力,感謝 感謝貴婦長,楊鎮陳議員 今天,楊鎮陳議員拿這個事情 這是大家,議員官 所有的伯伯,藏伯伯的地區都關心的 但是,你如果說,在山地路不做,跟山地路不做 這不是跟我們當家當手 我們本來要求,剛才管理員說,九十分千塊的生活圈 我們的要求最好是,北宜捷運 如果有北宜捷運,我們也不用捷運 用都是北宜捷運 這樣就代表企業裡面的生活圈 說著我們,捷運來這裡,比他淡水 要更快 我是說,第一點目標,都犯在北宜捷運 第一點,現在,跟沒辦法做主宣 主宣的是,他現在,都 沒有,我有年,沒有新政府接種 我說是,新政府跟管長都共同 我是說,別說不做 就發表這個,這個議員文,都相對他相對他相對 你,我們司法階,他還是北宜捷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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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 這都相對他相對他相對他相對 我是說,這,不然會開始,不然會開始 不然會去就任 你也用當就任了 不然會去平國,有的效力嗎 有的效果嗎 有的效果嗎 要這麼說才會嗎 你今天說這個,我們爲 今天,如果國民黨又之前之前 我也說這個,會爭論節目播放 民間團隊,我看,講一個 九龍部,講一個總統府 我是說,管理府,我看你的希望跟我的希望一樣 你的理想跟我的理想一樣 為了議案,我們這個交流忙跟生活提升的事情 講,現在你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就是要有那個啟動力,原動力 要推動啦,只要要更快 時間要更快,每一天都三八六十天 我們都會有一個修作立場 你不說發動工廠,發動什麼都沒關係 都有一個最主導啦,議長,謝謝 好,感謝楊議員 剛才我們館長已經有很常識表達過 北京在山地路跟蘇華街 以及平安這條自由公路 其實說起來,對我們相關全國所有的交通 就是今天我們說這個最最重點 希望館長,你把發動下去沒關係 剛才像華蓮的館長這樣 看是怎麼來控制也沒關係 我們這裡都提議就對了 可以來完成這個目標 現在來做個結論 本縣對北宜直線鐵路之爭取 縣政府應基於考量環境社會經濟效益成本級提速 紓解國道五號交通量 以南港與駝城間直達路線之方案 第一,為主要爭取之目標 第二,縣政府應積極爭取台澳縣邊來公路 常泰與大溪後 胡龍與大里間之直線快速道路 盡速批建及開通 以有效解決國道五號 以及台澳縣大陸塞車的問題 提高物流運輸效率 第三,請縣政府積極爭取 將東澳與南澳路段列入蘇華公路 改善計畫工程內 進行批建施作及改善 有效提高蘇華公路行車之安全 第四,縣政府應就宜蘭鐵路立體化計畫 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積極推動本縣鐵路就地高價政策 以有效解決本縣日益嚴重之交通擁塞問題 以上就這樣結論 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沒意見就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休息十分鐘 然後我們再來進行 第五個議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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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那有关本县底七次网一月 怎么拿辅导转型这个 转型报告 我这边在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说明 那我想那个刺网 它是一种捕鱼的工具 它是过渡很简单 那刚刚的恋爱一种的概念就是这样 操作比较容易 那规模它可以小 它是适合各种地形 那效率非常好 又可以集成 也是非常普遍使用的那种 这种鱼具 可是它底七次网 有些就是它会 那个网子会落到海底 其实是对于海域里面的底气的这些环境 漆地 它是鱼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它是比较可能 是一种比较浩洁性的一种捕鱼的工具方式 所以行政院农委会在 84年10月25号的时候有一个公告 有关流网渔业管理要点的一个公告 它说在我国200海里以内 从事海域 内的海域从事流网之后 需要经主管机关来核准 而且作业的遗传 总顿数不得超过100顿 使用的鱼网网具长度不得超过2.5公里 第二个公告是 如果我国的渔船未经核准经营鱼网渔业 不得改造为鱼网渔船或加装鱼网设备或携带鱼网网具或设备 其实它这些公告重要是要来保护我们的整个渔业资源 所以依据这样的一个公告 那先政府在104年的12月1号公告 本县沿近海域的网具类渔距禁鱼区的位置 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在距离海岸600公尺泛围内 是一个网具类的禁鱼区 那为了要加强这个部分的管理 我们的互渔号也不定时的协同海巡署 做一些查查巡查管理的工作 那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来辅导底刺网这样的一个逾越的转型 我们这边有一些想法 目前调查出来 现在大概监营或者专营的这种刺网的船只大概500艘 大概从大溪鱼港一直到南华鱼港都有 那么以大溪鱼港跟南华鱼港的数量较多 那初步估计 这500艘里面 每一艘大概平均都有5件5件网具 其实量是非常多 那所以为了保育这个进海漁液的资源 甚至于办理人工的渔交 保护渔交的这个投放 甚至避免这个渔据人来受损 那除了刚刚讲的公告之外 其实我们希望说 能够有一个对于保育这个海域海洋渔业 有一个解决之道 那这个渔业资源能够更丰富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渔类 来让李敏来补捞 所以我们是有一些建议跟想法 是说针对那个底漆刺网 尤其是多层次的那个底漆刺网 能够优先来这个收购 那如果说非底漆刺网的部分 如果有意愿的我们来也来收购 让他们经过收购之后来转型 来经营其他其他类型的捕鱼的方式 那这个渔民在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 也不会这个受到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海洋资源也可以受到保障 逐渐的来丰富我们的一月的资源 那这个部分呢 是业务单位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以上就简单的说明报告 第二人先给他说 好来 秀议员 议长 林冠长 我们丹处长 丹山长 各位同事 针对本社所提到这个专业报告 主要是我们认为说 近海的中国企业生态 这几年来 看到都漫无止境 没有做相当程度的规范 所以近海的企业都慢慢在枯竭当中 我记得到在做小孩的时候 我们说的那些北部的鱼 还是说阿卢黄 譬如说你南方鱼鱼鱼港 无法四个都是 我们经啊 这是这是丹百甲 演化这些经过的这个鱼鱼 譬如说是鱼蝦辈类 最主要的栖息地 和它的繁殖地点 但是到这些年都没做 很好的保益 所以 比如说 我们这些年就开始来观察 南方鱼鱼鱼的这些形态 这个方面 这些鱼鱼是收益 生产量 經濟的價格頂頂 都帶來很大的變化 所以 本社帶這個議題 要做分量的贊助 第一 就是 沾對已經在 貼在海底的三個忙 大地聯合這個部門 要去做成立 但是我們今天要聚焦 說什麼 可以請我們藝人的觀眾 可以像朋友 或是像病棟 或是像新北市頂頂 他們已經都開始對沾對 健康適合這個生態的部門 來做一些保護的工作 我們正在說 政府的南方有貴賊 或是我們藝人的貴賊的生態 在面對貴賊專行的東西 應該像朋友這樣 我們不但可以讓傳統的貴賊有成功的空間 也可以讓他們做一個專行 我們現在看來朋友 他們發展這種的觀光休閒漁業的保分 已經非常的盛行 如果去到朋友這個UK 不是要用海調 上面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 他們的平衡官政府 長期以來 有在做健康適合主要的保護的工作 我們藝人的官方說是環保力官 對中國海營的文化 海營的主要的保護 我相信 官長你也一直都非常地支持和認同 所以 本社在市場也已經有跟我們所長 處長 包括官長 我們已經針對這個議題 做過很多家的溝通和意見交了 我覺得我們議論官這個時候 開始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當然 如果要減顧市民的生存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案 如果我們有辦法向中央 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經費 政府的支持 我們可以將現主時 有在中宿三元 大隊聯合這個專者 給他輔助的專程 讓他們可以像現在主經營的這條 看是要讓他們拿出軍牌 或是勤募頂頂 可以有一個在市業界的維持相準 如果說 如果他們不再繼續來經營疫苗 這樣就接受我們的遺傳收購政策 畢竟我們喜歡保力官 所以本社一年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看是不是可以請官長 我都在你的任內 來政績 來推動政績 來開始變的異性 看是要分3、2、5年頂頂 我們就經過我們 南北角 宜蘭管的海域 在推動這個傳統飛行業的過程當中 可以帶來 市民更加大一個利益 那我們問我來說 近海飛行業以前 差不多將近三百多隻 這麼多的專者 都一直期待我們政府 可以來對三元蟒 破壞海底生態的這種企劃 可以來做一個條件的東西 我認為 官長我們應該是要有責務旁貸 來趕快來推動這個工作 我簡單做這個補償說明 好 謝謝 接著請林副議長 議長 官長 處長 跟我們的所長 各位同學 這個 優管 旅漆的劉漬王 沈海的劉漬王 說起來非常重要 官長 這個 官長 剛才我們 庫家庭議員在說這個部分 在我過去了 我在經營協論的時候 我有在朋友那裡 有跟賴豐衛縣長 有跟他探討 賴豐衛縣長 同時 跟中央 中央 中央 支持 因為朋友 將近日變成像四星一樣 因為所有的這個 岸礁的部分 打的部分 因為 都去給這個三個蟒 和這個塑膠 都把它蓋下去 蓋下去之後 所有的 包括魚 包括菇 包括所有的生物疊過 就變成一個海上的一個墳墓 疊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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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無大金 還把這個蟒子蓋在山胡椒的上頭 我們的魚 要生存 和魚 要繁殖 都要靠這個山胡椒 裡面的軟山胡 跟硬山胡 在上面繁殖 結果把它蓋住了 這些鮮爐 整個都死了 所以說 疊過 抓不到魚 一定是一個 真無路用的一個海域 經過賴豐衛縣長 情主中央 包括電影變的遺旋 總共開六億的經費 搶這些鎮 說這些鎮爐 抓不到魚 沒拿出來 整個都沒辦法 都停頓起來 從搶這些鎮 打這個蟒子 包括這個鐵鐵 從我們處理外 你去 不是抓魚 你去抓蟒子回來 把所有的礁石的蟒子 全部把它蓋回來 結果鎮爐 用那些蟒子來把魚捲 這樣來給它收購 所以說 完成了 這個任務 到那些所有的山路家 都還電話起來 那些魚 又開始繁殖 現在的蟒子 才開始有今天的生機 我想說 管長 你對這個海營的部分 你也很有概念 我們南部也全國的第二大魚鋼 我也希望說是不是 我們南部原主是面臨的 剛才我們國家政議員 你說這個 他已經 類似有這個緊鎖的經營 我想說 如果這個部分 可以這樣來跟促進的位子 我相信 這個對我們建國的魚鋼 未來用四千年 應該有現大的幫忙 第二樣就是說 這個轉型的部分 也應該要來開始走 我想我們南部的這個轉型的部分 就僅僅缺一個白頭 也已經跟你們說了十幾年了 這個白頭 一直沒辦法把它頂著 好 多謝阿富議長 繼續請劉議員 台會主席 董議長 林務議長 郭議員同心 我們管長 處長 所長 管長 我們說這個 大地人忘記給我們一段路 我們管來 我記得以前常聽他說 我們南部這個魚鋼 是全台灣三大魚鋼 剛才幾三年你說 兩大魚鋼 多大 我們現在常看到沒有魚鋼 我知道是南部鋼 我問我 冷凍鋼也好 管長鋼的朋友 會說今天魚鋼 魚鋼什麼樣 觀眾今天什麼時候 都種十筒 十筒 你看我們二字 零動鋼 我做借助業 包括 掛銷 等於 如果沒有魚鋼 我們的零動鋼 借助業 就沒有工作人家做了 所以說 大地人 我常聽他說 這是困難的 魚鋼沒有魚 可以聽 我朋友 做官老鋼 他要發炎 要兩位為魚 兩位為魚 在台東成功 創飛機仔 再去上山再再來 一位我拿回來 我去到一位 一位拿發炎 所以說 魚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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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不少 這讓我們很擔心 前兩天 在農業主 這順的時候 我有猜到處長 到處長 魚鋼 魚鋼 譬如說 老鋼說 多久 魚鋼 不能鋼 鋼馬龍來鋼 我想 鋼魚 唇魚鋼 今天魚鋼 這樣鋼 這一個師傅練 鋼了 鋼了 魚鋼不完 你剛才說 劉書王 還這樣鋼 唇魚鋼 也鋼不鋼 鋼不鋼 鋼魚鋼 會怎麼人去釣魚 官老 鋼魚鋼魚 我怎麼會鋼 現在有那個 那個是什麼 空頭 無人家屬的飛機 空頭 創建喻 有 一旦去 因為魚鋼魚 人在招魚 要我創建喻 煮建喻 從哪裏 電腰鋼 都會漏 幾個月都會收 幾個月都會收 所以我們觀眾 真的 真的,我們英同議員館會怎樣的這個企業主案 要好好來管理,要好好來照顧 不要說讓議員館會怎樣,將來不一樣 這樣我們藉助業跟抓魚、這些朋友跟貫徒業是很可能 這個部分管理在這裡注意 好,請縣長 台灣主席,鄧議長,林副議長,各位議員 感謝副議員跟林副議長的指教,包括老議員的關心 我們這個分組的兩個部分,就現主席法令頂頭要去嚴格管理 要處理的部分,我請問,機關所這個部分絕對不可以放手 因為我們對沿海的肥業,各種的肥發 我們只要是在社長的規制,或社長的肥發 我們都要保障 但是,違規違法的部分,你一定要把它處理 這要討論一下 第二,如果長久來看魚人館,這幾年我看肥肥打不去 這個頓數越來越少,雖然價格比較高 因為這個供需的關係 而且魚越來越小越來越來越少 所以有一個報告,兩空五空 大概很多人都沒有魚可以吃 所以,基本上,站在雍修肥業上 我們對這種,對到肥業影響上嚴重的 大地領域的這種肥發 我感覺,除了要勤,除了要輔助 可以專門的肥發 所以,剛才各位議員的意見 我想在這裡,我做一個政策的選擇 希望農業處,肥冠所這邊,可以讓肥業處 證出一個專案 當然,觀眾要有一部分的配合 對五百幾代近海的肥發 他這種底漆的劉刺網 我們希望開始給他收工 希望給他專肥,專肥發 第二,我們肥冠所這邊要緊急要求肥業處 請肥業處 來對我們宜蘭館的沿海 三海裡以來的海洋主委 要做一個環境的調查 這個環境的調查包括 對劉蘭館主席,是不是有這些 普通的海洋火器物 包括剛才說的,希望 破壞到我們這些礁岩層 對這種最嚴重的部分 現在,肥冠所只有一年,請一個補助 但是剛才大家說的 那種環保教,我聽探教長的說 他也是請人去做這個役岩膏 要膏,其實膏沒什麼可以起來 我們現在希望說 透過這種主委的調查 來做一個緊海 肥業生態的一個掌握 如果,已經是一個嚴重的破壞 大概我們要做一個中級的帝界 要獎年,來回合我們緊海的 這個海洋的生機 所以,我們分做三部分 現出時,家共出席 第一,現出時的規定家共出席 第二,對到這些 要保留有這些希望和希望 這五百幾代 有幾百年以上的希望 我們來做一個專案 來幫他們收工,讓他們轉行 第三,就是對到海洋的主委 我們做一個環境的調查 為了擁有的企業 做一個更完整的管理制度 這樣我想我們分做幾個展示 來做 其他,我們林副議長所說 我們這幾年其實 希望歸欠漁民有休餘期 最主要是要 一年十幾個月都可以讓他們有休息 這個有休息一定是 像我們農業一樣 休閒、漁業 像目前來說 我們林副議長所說的 只有賞金 我們現在包括最近有一個團體 要來跟管政府合作 就是海道 現在這種海道的海上的休閒活動 其實是很風行 而且我們如果說 宜蘭關的海域 一百十一公里的這個環境 其實我們要來推動這種海上的休閒官 我們應該是要讀文化 這幾年我們雖然在土海人文化學會的 氣版這種土海文化的體驗 但是這樣後來是不夠 所以現在新的主委 跟新的相關農政部門的主管主委 希望漁管所趕快擬定相關的計畫 我們也準備來跟漁政的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詳細的對話 我相信對今天晚上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既貼的看法 感謝 市長 我跟報長相認 官長 市長 市長 這個案 我們應該是先沾對三圓蟒 底氣四王這個部分 因為劉四王有很多種 有普遂量 有欧義量 但是對海底的生態 破壞最嚴重的 就是我們說這個三圓蟒 他在海底不會漏不吵 以前主席的整項做其實很小 很小的 很小的 所以市民來說 從市民來說 他們的成本上的可能性 是非常不健康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 應該先沾對 底氣四王這個網劇的禁止買賣 開始做 然後這個語法輔導轉型 再開始做這個萬國的成立 我想這 同時同步來進行 應該才能達到我們要來的目標 非常保重 議長 這個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 所長 你要發問你要注意 你不要這樣問 這樣這樣亂發 是不行的 發下去 我們兩三排 都總總來 副家庭林刀 跟我們刀 誰都亂發 這個 底次 他現在你說的 這個 今天會傷害到我們的 移業資源 這一點繁殖是我們緊害 這個大跌 這個靈 這個三人盲 這個 你不要把粉底捏 紅白豆捏 捏 捏 他去 那時候 那時候 這個一定要注意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說 館長 我們議院主委要保護 其實 還有一項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 快四王 快四王 這也可以說是 財主 這也是 應當 我們要怎麼去歸欠 這個 一定要注意 館長 我是覺得說 這個轉型 轉型 很重要 我就說 今天 這家村子出你多少 轉型 很重要 你今天這家村子出你多少 再四五十人 出你多少 結果看他 這家村子 這家村子 20公斤的肥肥回來 那20公斤就好了 你這家村子 這家村子 要丟兩三百斤的肥肥回來 對不對 兩三百斤 賣不夠有錢 那如果丟那二十公斤的肥肥回來 那四五十個 你趕快 趕快幾百萬塊 對 這就是 我們海上肥肥的 一個專型 像我們館長 這個部分 我剛才 念到 已經穿孫了 二十多年了 請你們 肥肥管理所 說去創一個 麵頭 一個月 來放 像這樣 縱定你這個 還不像我看你 你也好好收拾去 我正經的 報告一下 第一點 請管主 請盡情一點 價位 辦理 底七次網 收購局 輔導轉型 第二 家市對近來 以夜資源 做生日調查 及改善 並對 依法做適度的規範 那副議長 你說的 建制新港 那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不用了 就這樣就好 兩點就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 第六個案子 齁 靠腰 高級無標準 不要一直笑 第六個案子 齁 如果改善本縣 治安 惡化等相關議題 來 那個 好 休息 休息一下齁 來休息 好 休息 休息一下齁 好 大家便租一下齁 好 休息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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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兩位提案人齁 怎麼來進行 你要請說齁 我們沒有通知咧 沒有啦 沒有通知咧 現在來通知好不好 跟社會所沒有什麼特別關係吧 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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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聯絡一下好不好 來 議事長 社會所跟他聯絡一下 看他等下來了 沒有通知到好不好 那咧 好來 現在要怎樣 老議員要先發言是嗎 好啊 好啊 來 留言請 大家主席 黨議長 臨管長 各位局長 經驗隊 特地長 我們少年隊 我們的團隊長 各位同學 管長 我在報紙上看給你 非常關心獨片的問題 所以說 我在想 獨片 跟我們 例如說 有錢 要用獨片來吃 沒有錢透過 再來 用槍 用槍 有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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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也下去做油頭 跟不下去 它也一樣 要有槍 怕人槍 要有槍 用槍 注重 怕人槍 有槍 上幾天 福利賓新的動選 這個 杜特地 這是總統 他是 福利賓在那裡 但是 還可以說 他在福利賓這個國家裡面 明達 納尾 達尾市 在做市場 這個地方是福利賓在那裡 是什麼地方 觀眾喔 他的杜特地 他本身有一個私情隊 譬如說 在達尾市這個地方 關鍵在那裡 他有一個私情隊 你在達尾市這個地方 你做不到事情 第一邊 給你機會 第二邊 給你機會 第一邊 他的私情隊 就把你搶輸 打死 福利賓就是這樣 他這個思路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企業 所以福利賓人 四十八人支持他 總算福利賓的總統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我在看說 我們獨片這個 你有注意到 獨片是一年比一年 全家 不是我們去我們 全國台灣 全國台灣獨片都全家 我記得這個 知道嗎 一百零三年 七百十二人 一百零四年 一千零六十 千到三幾的人 獨片 在三千塊 變一萬兩千塊 多九千塊 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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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這些 他去獨片 在一百零三年 他去獨片 兩百四十六年 變三百四十四年 人家說 兩百四十九 變三百五十三 二紀動品 三百六十二 變五百六十三 這全家賣一倍 人家說 三百八的一 變六百零二 也全家賣一倍 三四九的特品 觀眾朋友 你在看的不成比例 五十三變六十一年 八十二人變一百零 三四十一年 你在看不成比例 我局長 探討過 因為 三四十一年 在二十公局 一向 這 行事法 二十公局 以後 行政法 法款就好 所以說 這些人 哪有哪聰 他也會收補 所以說 吃藥就沒錢了 他也 不想起來 你看看 你看看 他要說 一百公三年 三百八就要走 有去看 三九八 一百公四年 四百二十三行 去看 還有少 十二十六八 沒要參理 吃特品 你看看 三四級特品 在兩千幾 變九千幾 全家賣四倍 所以我們館長 你當然你有正義 你有館長 你有館長 所以你裏 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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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家賣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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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人家賣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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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我們都破案 姐姐 包括 其他團體 我想他們都吃藥 不好 讓我們社會 姐姐 這個事件 讓我們很幸福 因為觀眾 你給主委 現在 今天也要檢討 但是我們也要檢討 全台灣都一樣 都對柚子 都捏來捏來捏去 人家說 像超級市場 三四級的特兵 像超級市場 所以現在我們希望說 雖然民間叫我愛若裏裏裏 反正我跟我說這個法 定了太近 反正你又是民進黨黨政委 反正五二公以後 政府整個都改造 有機會 有機會 好 作者 我們請另外一個提案人 江議員 江碧華議員 縣長 還有我們局長 衛生局長 還有 教育處長 我們深感 深感覺到 就是目前 宜蘭縣是一個 明洪非常淳朴的一個地方 J2連3 既然在宜蘭市中心 有一些的搶劫案 還有一些的 J2連3 又在羅東等地 發生了一些聯繫的 這種一些的警信 是代表說 宜蘭縣的治安 離宜蘭縣長 所推行的 幸福宜蘭 是不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這第一點 那昨天 也是我們警政的執行 那扁錫在這邊 剛好昨天參加一個 治安的座談會 實際上 拿到一個實例了 那這個案子 也曾經透過我們議會的同仁 也開過一個會 但是昨天 所有的 里民 市民反映 發覺到我們 整個作業的流程 是牛不化 這是一個 實際的一個案例 執行人員也好 相關人員好像都非常的無奈 好像這些的是一個華麗的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空窗戟 我請教我們縣長 當我們遇到一個 我們外表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有精神 或內症 或者是他有沒有吸食毒品的人 但是 他是接二連三 只要喝一點酒下去 可能造成聯繫的 暴力的傷害 破壞性 曾經 請這個市民 趕快去報案 報了案之後 警察到了現場 他說抱歉 這個不能以現行案來 馬上給他逮人 只能做一些被害人 做一些的筆錄 那做筆錄的 這個人 他因為有精神 趕快的 強制 好不容易的 毀了9525之力 強制救醫 也要家屬的同意 但是這些家屬 看到他呢 都已經 向法院 申請這個保護令 可是呢 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 能看得出 這個人 是一個危險人物嗎 是一個隨時有一種 不定期炸彈嗎 而且這個人 我想 其實這個地點 離學校 而且花生地點 不到100公尺的 這種這麼近的距離 我想這真的 在在的顯現 我們整個 法律的層面 我們治安的 一些的漏差 一些的漏洞 包括我想衛生局 也是很小的無奈 要把這個精神科的醫院 要把他送治的話 也要強制去執行 但是呢 也要幾個 找到這個家屬的同意 然後呢 再強制 要他配合 再來就是 他有聯繫的 暴力的傷害 踏腳踏腳已經 腦震盪 我們還不能 以這個現行患 來法辦 要等他這個精神 治療完了 一個告一段落 才能去做筆錄 等他做筆錄完了之後 這個人不曉得 逃之夭夭啊 我想這些的問題 是不是 我們現在的法令 剛剛劉委員所說的 我問你之後 不管是法務部 不管是所有的一些的 藥制的管制 法令的預計 什麼第一個 二十公克以上 才能 才能 依法就辦 二十公克以下 這不行 所謂患毒 不管他吸了多少 就是吸毒嘛 那我們請教一下 我們教育處 對於一些的追蹤 衛生理這些的追蹤 曾經有吸毒 這不管是校園 而且發覺到現在連少年 都已經有吸取這個嚴重性 年紀呢 犯罪下降 所謂的校園是不是有幫派 是不是有利誘 養成造成整個 不管三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一級毒品 隨著年紀的增長 越陷越深 家破聯亡 造成社會的 非常的悲慘的事情 會發生 這不是我們所應該樂見的 我要就叫我們宜蘭縣大家長 怎麼樣 在一個機制之下 我剛剛表演所說的 這些的漏洞 我們如果讓我們宜蘭縣民 能夠安居樂業 這一點我請那個相關單位 等一下做一個 能夠很務實的一種回答 以上謝謝 好 黃定文 黃議員 館長 大家好 毒品 真的是危害 人性很深 包括整個的家庭 整個的國家 那個國力 都會衰退 所以說這方面 要打擊毒品 除了警察局 這方面多加努力之外 我想衛生局 教育處這邊 等等的單位 也要一起來配合 當然很多的個案 也有很多是通案 這方面呢 就是說 警察在質詢 大家到 那些 那些 吃豆的 吃豆的 古林酒 如果在社區 或是在廟的附近 做案的時候 警察局 警察局 不可以說 你們這裡有收藥 來看看 這樣子不好 警察人員 態度要 要把它 積極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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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的一點 然後積極的介入 這樣 不可以說 你們這裡有收藥 你收藥去看看 收藥他也會怕 收藥他也是人 他收藥是收藥 也沒有什麼武器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警察局這方面要加把勁 那另外 像個案的一個頭痛問題 衛生局也要去介入 怎麼說 他去感情的時候 那個等級不夠 不能夠強 強制的去執行 送到醫院 那警察局這邊也很頭痛 他去醫院那裡 再出來之後 你 病院 你沒有評鑑 他的評鑑數不夠的時候 來來去去 永遠會在社區廟泥那邊 製造問題 所以說 特別這方面 衛生局這方面 要去協助 看看那個等級 假如夠的話 就趕快 請醫師把它開個證明 來處理這事情 那校園問題 因為 很多 國中 高中 他不得了 不得了 像說這個 湯仔三 大家先去處理一下 這一方面 校園問題的宣導 從最小扎根開始 你就把它處理好 不要讓他大了 會越來越頭痛的問題 希望這三單位 現場 能夠把這三位結合起來 做一個整合性的 對於打擊犯罪及毒品 會有貢獻的 以上 好 謝謝 請那個吳秋林 吳秋林 那請那個 陳漢中 陳妍 陳漢中 陳妍 陳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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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有這個 女童小燈泡 去幫台這個事情 這幾年來 中國的社會的 鄉山 越來 鄉手 他們的手段越來越鎮定 在這裡 也要 發現到說 在事發上 免死伏地的效應的蔓延 所以說 為了我們社會很多的 人民越來越看 是不是我們社會安全網 要有很多的破坑 我們宜蘭管政府 宜蘭管政府比較強 要讓我們社會安全網 安全網 破洞 如何保護作 讓我們宜蘭管民有一個 社會安定 生活安全 民眾都可以安心 我剛才看到我們FB的新聞 鄉山鄉有一個 雄殺案 圍到2千2百塊 第一時間 我不知道 我們的警方是怎麼去的 人也有報案 到現在 在就醫的當中 現在已經 昨天 檢察官已經去驗屍 你們有掌控嗎 不要在 很多的 社會的暴力傾向 越來越多 發生在我們宜蘭境內 等一下也麻煩高局長 一一的 向大會說明 以上 好 請那個 欸 會議長 會議長 那個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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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動 在這個心態方面 教長 我們現在公務人員 在這個心態方面 一定要好好去改革 我們都沒有人的設計 我們去外國我們去看 看外國人的官員 他們的積極度 他們的成效 今天我們全國裡面 也有很多其他的官司 他們對於這個公務人員的要求 那個心態 管理很大 今天我做主管 我也可以外觀 我也可以一天過一天 對不對 現在很流行 主管很多 都去外國用手 這些比較要緊 都不想去外國用手 這樣好好來收購 比方說今天像瀉原的問題 這個毒品的這個氾濫 你看今天瀉原來變這樣 這都冰凍三尺 會一日之寒 這都一定要等起先 看怎麼搭植的主管 好好的來幫他這個事務來幫他做好事 你看像我們建設局 以前 林民事 我在說這個分局長 怎麼會變這樣 對不對 就是沒有把這個問題都沒有去主義 沒有去發言 你一劑的主管 蓬一劑的主管 不需要把這個問題拿出來 才會讓成這個大的案件出來 我們今天這個 到目前為止 這個社會 建國的治安 和國民 都總是要大家非常用心 我想今天 你三位局長都在這裡 必須要 把你們這個事務好啊 要求到你們這個主管 一劑一劑 這個主管一定要落實 怎麼去要求 不能說今天啦 今天說實在啦 這也不是跟我們議員關聯 全說今天發生 暫停一個這個 暫停大的事件 都不是沒有原因的啦 都是一定要大家用一些心 讓我們這個社會 建國 可以怎麼來檢查這個犯罪的這個情形 以上 好 謝謝 吳秋林 吳議員 主席 各位同仁 縣長 我們三個局處的 局處長 跟我們的科長 縣長 剛剛很多同仁都提到了 這個毒品的人數啦 這個比例啦 這些部分啦 但是我比較琢磨在我們的這個 教育處這個地方 因為我看到了我們的這個 國中小的這個 濫用藥物的這種狀況呢 那其實我看到了縣長說 每一學期你在這個開學之初 在友善效應周 會親自組織 這個所謂的反毒 反黑 反霸凌的 先試活動 這樣的效果性怎麼樣子 然後呢 對於這個學校裡面 對於這一個 這個學生他們的這一個 藥物的這一個 包括老師 包括家長 對這藥物的這一個 他的認識度 跟他的這一個 對於這個學生他們 這藥物的使用的這種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給他更深入的 讓他們了解 其實應該這麼說啦 我昨天也跟我們的 警察局這邊有提到了 就是說在這一個 學生的這一個 日常行為的表現上面 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研習 一些的這一個 講解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知道 這一個反應 不一定是他的小孩子 他們家鄰居左右的 這個小朋友的反應 學生的反應 他就可以大約的可以知道 他應該是有染上了什麼毒癮 他可以防範你未染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制的話 對學生 對他的 食用毒品的這種情形可能就會減少 然後在這一個 因為今天我們社會處沒有到 那對於一些比較高風險的這個家庭裡面 我們對於這些學生 因為他的高風險的這個家 家庭的學生 常常有的時候會少了一些的關愛 那所以家長對他的這個 注意度也減少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我們除了這個 在給他生活上面的一些補貼以外 其實對他的生活的這種狀況 他的生活的表現 他的這個 有沒有毒癮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我們高風險的關懷 我們可以能夠進一步了解 如果這些的這種 比較容易發生問題的這個家庭 我們都能夠掌控住的話 我相信對這些 在往上成長的過程當中 這些毒癮的這一個患者 甚至這些患毒的這些人的話 會越來越少 那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這一 好 待會兒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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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你說人口 現在我們的毒品 發營者齁 你說衛生局 社會處 在各個單位都有在處理 那結果呢 為什麼居高部下 第一 我們的毒品很容易拿到 再來 罰者太輕 像那個前面我們抓到那個外勞 他說欸 我來台灣齁 他在泰國不敢去吸毒 來台灣 毒品很 價錢很便宜 這個吸毒齁 還沒有什麼 他如果在泰國 他會給我們搶三十十個 這個新聞報道都有啦 啊 誰會造成這種情形 我感覺這整個我們的社會體系 都有問題啦 再來就是說 教育體系我覺得最重要 你現在現在可能小時候 小時候了了 長大 剛才那個吳修林的議員在說 在整個我們現在的孩子 其實問題學生 問題學生啊 我們一看就看得出來了 我相信在教育室在這一方面 我們警察局或少年隊這邊 應該去列館 有問題少年的時候 學生啊 到底他為什麼 你就要去掌控嘛 可是我們現在學校 都沒有在這一方面的掌控 警察局我相信 雙向的連線 絕對沒有 教育室現在一些 學生 老師啊 老師啊 老師如果也去掌控 我告訴你這個 學生要怎麼 他也去補這個館啊 現在就是說 你要去把這一些學生的列館出來 我相信說你要去掌控 老師教育室學校這邊 應該去加強的輔導這些學生 到底是怎樣 再來 是不是在我們 在入學的期間 我們來做一個全面的 我覺得開始休息就好了 全面的學生檢測 尿驗檢測啊 有檢測不檢測 我其實也不要全面啦 就是少部分的學生 有問題的學生 要去檢測 他們也會怕 不是會怕 對不對 要讓學生 他們家長知道 就是我們大片現在太燙 應該是我們學校 衛生局 還有我們警察局 這邊要做一個連線 把問題少年 就全部都提出來 我這麼簡單呢 我相信做過的老師 但一般社會有認知的話 有問題少年 大家一下子看的出來 掌控這些人數 不要說我們宜蘭縣 我們下一代 毒品人類在校園再發生 我相信 現在毒品年齡 全縣的一直在 這整個年齡層一直在下降 해도 我希望 好,谢谢。那张秋云、张议员,稍后陈杰林。 好,大家好,我想对着这个部分,我有两种建议。 因为,不过吃荤、吃毒、烟酒,都有一个阶段症状。 烟,烟的事情,哈姓、八哈,不然就皮皮酸,烟酒就皮皮酸。 如果像这些部分,能够给我们所有的老师、火力士、警察也好。 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你注意到边的人, 你就可以了解他的情形,到底现在是怎样。 我说的,第二点更重要,是这个中业人员,无论的卫生局、教育人员也好。 警察你说的,有风心或 formatting,或相反。 但是他如果当地忍拜讀他rolled键盘, 你便想抱着德害理士还是老师,他是有法导招 rap、 那真是有限制程内的人, booking人员也要有一些ograp So никаких 到底要保护到 我们才会重担人员的人身安全 这两点提到您做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陈医人 主席 这个毒品的犯罪关键 我是觉得应该是在于 这个毒品本身 那怎么让这个 毒品的来源把它消灭掉 这个才是让整个毒品犯罪人 能够让它不会来发生 所以来防堵这个毒品的来源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就我们台湾地区来讲 危害最严重的一几毒品 像海洛因或者是鸦片 这些马非 台湾地区没有生产 就我们宜然来讲 可以证明说 我们宜然没有生产这些毒品 那么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 将近有这个七成以上 经过调查都从大陆来的 所以怎么来防堵 让它移入 让它进来 不管是海上 或者是陆上 从南边 从北边 或者是从海上 进来的这些毒品 怎么防堵应该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加强的这个查记 应该这个警察局 那当然学校在宣传方面 必须要来配合 应该警察局这个部分要注意 要不然你这个事半功倍 你去抓人家吸毒 不如去抓来源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知道这个工作不容易 你要防堵这个来源 这个是属于这个 全国性的一项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不只是国内 连世界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来源怎么让它 不要进到宜兰 这个警察局可能是未来重要的工作 以上 好 谢谢 我们请刘天舞留言 议长 管理我们各位处理长 管理我们所担心 第一说就是 这个毒品这个东西 吃的人 家里不是盘很长 所以我刚才有说 我们健康很辛苦 保守 很久的时间 抓住这些人 散到地感受 我们健康 不然就能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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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今天我都放在那里 像这样 让我们觉得 我们很辛苦做完 我告诉你 包括 校园里面 贾文很严重 校园粗圆 包括校园的毒品 特别有国中 国中 国秀 国秀是哪有 我刚才跟高允允说过 他們在外面流浪 這些孩子家庭生活有問題 在外面又不回家 還有人這樣刺刺刺 這樣是健康去補充 所以我相信這個高校處長 英同親自來不可以跟你說 包括親自校長不可以跟你說 路動就一天了 剛才兩天吃我們了 像補充 一天在館長 在館長的對面 早上聽說不一定 聽說他們在館長的地方吃館 隔壁處處已經沒人住 隔壁處處說這孩子沒辦法吃館 可能就放火燒了 隔壁要放火燒 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在館長也很高興 趕快拿壁去 大運打火 打火燒了 要想到那九位 所以要說 文書長 你不要一直投一出在寫 我說你不要寫在罵我 是不是在罵我 你都沒有看我 我看你在罵我 等一下我看 以前那個蘇蘭城術長就這樣 人家都以為他眼睛正在寫 結果他在那邊寫王八蛋 是不是 你不會這樣啊 你要看我啊 你不尊重 教堂都不敢跟你講 知道嗎 你要注意 都一天就兩天 補充一個小孩吃館 我剛才說 國中國秀 國中吃館 我有看 你有去福島 有肉這些 有的是鑽 鑽口氣 有鑽口氣 你就沒有追蹤了 就沒有追蹤了 這給我們很擔心啊 對吧 鑽口 這個庇安不好 有心情不好 期望他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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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看 不要去檢查 不知道 那個 劉司長 劉志長 期望他不好 沒有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通常我们在毒品戒指所出来后 我们这里有一个追踪 两年内的追踪辅导 但是事实上 无关系国来研究还是国外研究 我们台湾好像缺乏这样一个社区的矫正中心 作为过度的一个协助 是不是说 请我们相关团委 针对毒品的这个部分 让再多一些琢磨 包含我们县内的一个分析 因为我看我们的资料里面 人口还蛮多的 其实都可以做研究 像我们警察大学应该有犯罪预防的相关研究 了解一下我们县内的这个毒品使用者的家庭背景 还有他当初会接触的动机 那通常我想校园里面的这个毒品 应该是同学之间的关系 你帮我送个东西给谁 转了那后来好奇 又可能帮派接入有弄一些你用钱给他 这个拿东西过去给谁就有钱赚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相关单位做我们目前 这些个案的一个研究分析 作为预防 相关的一个预防 包含我们整个家庭功能的一个建立 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昨天有跟我们局长建议 其实社区还是有很多热心的人士 要做整个校园安全的一个 一个协情的工作 是不是请我们县政府能够协助调查一下相关的一些单位 像我这样讲 像黎明国小我们东村社区跟这个 新成立的新农社区 也都有积极主动来做协助 巡守队来做校园安全的一个 上下学期间的一个协助 这是主动的 那当然相关的配套措施 我想也是要建议现在我们这边 来做相关的一个调查 然后提供适度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协助 就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是不是请管长来会员 好不好 好 请宣长 台会主席 谭議長 任委議長 各位计判 感谢我们 各位议员 很关心 我们宜蘭 在社会广告 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部分 就是 目前在家路里面 超过六成以前的受刑人 差不多都跟吸食毒品有关系 所以大家也都说到一个重点 我们要 要 根除 毒品的来源 所以 防止 毒品危害 大概 不只是在 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 包括社会和家庭 要形成一个大家所说的 社会安全的网络 所以 各位议员所说的 基本上 每一阶段会部 都由我称心主持 大概我看一些所谓 大概都会指向 虽然每一个部门 有专门的行政阶段 但是我们的工作 都是政策做一个 专案修作在做 譬如说 我们在上岸头来看 现在 吸食毒品的人口 已经跟国秀 那国秀 不可能 他自己去接 一定是受到他的家境 是隔代教养 或是高风险的家庭 当然 很多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已经把这些 不一样的对象 都要求 所以刚才讲的一部分 比如说 这些高危险 家庭的这些子女 其实我们在每一阶段 差不多都有一个基础资料 因为我们在做辅助 或是在辅导 我是国秀林医院 做过训导主任 在教训服的系统里面 我们在这几年 发展一个基础 其实刚才大家说的 现场的老师 或是什么 能够认识 基本上 只要用心的老师 都能够认识 所以基本上 每个学校 只要有对象 他就要设春辉小组 而且这些对象 都有一个特别的处域 更严重的 就是加家庭功能 已经没法到的 我们就有一个中途之家 我们现在设一个女生 跟男生跟女生分开 我们分别请教会系统 来帮忙 这个是利用我们 闲置的判施所 来改装的 中途之家也有设 另外我们现在 对于校园里面 比较担心的几个课题 是希望我们社会 一起来做的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主题 基本上是受到 同彩的影响 因为这个忙碌很方便 现在通信联罗 大家说的 现在毒品 已经化整为例 变成咖啡包 变成一般的这种饮料包 所以现在其实 一级毒品 我们比较不担心 那个价钱比较高 现在三级毒品 泛滥的程度是比较严重 就是K他命 但是它有一个敌色 它有草味 所以我们现在 在整个 打击这种毒品 犯罪 有整个做法 这个就是 这个溯源 就是打击药头 这些打击药头 我们在低減数有成立 整个传染 当然他刚才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有很多 褒酸 有很多传病 所以小弟也要求 检察局 在今年开始 我们也请蒋大队长 对于刑事系统 我们对于原警的破案绩效 把打击毒品 当成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所以绩效跟奖金 我们请局长这边 特别宽列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 那个政策的方向 来要求我们原警 针对打击毒品犯罪 当成是今年的第一要务 当然打击毒品 包括竖枪 或者是相关的 比较严重的组织犯罪 我们列为我们今年的 这个治安的一个重点 所以大家也有看到 我们现在二男官 在局所共同通过签了 这十年 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很担心的 就是治安的充气 所以 很多次我看到一个所谓 在尿检 尿检 都找到毒品 那没有零检到的 所以这个黑数很多 所以高局长到任以后 他也做了部分的时段 叫做封城扫断 就是这个主要的道路 不是像脚架 脚架都是固定的路段 但是他把宜蘭县的连外道路 做一个封城扫断的方式 那目的就是算是说 你外地的毒品 你没有二万 二万万随时会抓到 所以这个断除根源的部分 我们做的比较详细 他刚刚陈安中议员 在指教说 我们现在对这种精神疾病 一级的 现在列管大概是三百多个 那现在我们从那个几个 随机杀人案件的案例里面 我们将有一级的 又有吸食毒品 又有犯罪前科 这种叫做三合一高危险 这种的我们就列为 交给警政单位去做 那个对象的列管 对象的列管 这个都大概都已经 汇诊资料大概都已经见识 那我会在每个月 都要求他们在汇报里面 报告这个普遍的情形 也一方面 让辖区的同仁 不要有懈怠 那我们对这种高风险 在我们辖区的附近 都有一个注意 当然 我希望将来 因为当然我们这一个部分 有一些个资跟人权的保障 如果较严重的 我们也会回馈到相关的社区的守望 相助的系统 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将来在社区作案座谈上面 我们希望高局长 他们能够去到各分局去宣导 刚刚那个林志宏议员提的意见很好 我们现在要解决整体的这种安全网络 除了靠警力以外 其实见警力高 只是一个就是外在让民众一个安心 但是真正有效的 我们还是要号召社会 包括守望相助 国际社团 大家对于这种毒品犯罪 因为宜兰有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外来人口不多 我们基本上在地的社群 基本上是比较稳定 而且都比较正向 就是都会关心社会 所以未来毒品犯罪防治的部分 我们就差一个 就说在这个大楼里面 或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如果大家感觉 有稀释毒品的人口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更加关心一些 更加注意一些 他就会 因为这些人他在稀释毒品 一定会找没人看得到 或是不去外面看的地方 包括毒品交易也一样 我们现在都要求警察局 在各个辖区 要建立像过去 我们在地方访市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回馈 有一些小孩 要进去像过去罗东 最喜欢在运动场 就是现在文化工厂那附近 或者是我们在宜兰市 大概就是在东区的 几个校园跟社区的周边 或者是过去在罗东 信义社区等等 我们这些大概都建立了热点 所以过去的这种监入系统 或者是相关的警示系统 我们也都能够加强建制 对刚才大家 尽管是我们如果对青少年朋友 因为好奇 还是因为有些无法得到成就 然后我们去找替代 找这种更刺激的替代 刚才要吃荤 后面变得多 所以现在在相关的研究上面 越早吸渊的人口 接触毒品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如果老议员说 只要有这个部分 我们将来会请卫生局 跟我们教育处 针对我们青少年朋友 尤其是国中高年级 国小高年级到国中的这个阶段 我们怎么样 在校园里面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氛围 鼓励大家做健康的事情 然后会影响健康的这个事情 尽量不要 让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来接受到 那我们在相关的做法上面 其实很多这种吸食毒品 或者是吸烟 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事情 其实各位议员要知道 现在药品犯难 不是只有大家看 一到四级的毒品 现在还有很多在卫生局 卫生局的单位执行的时候 再请刘局长回馈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替代的这个药品 然后它还是会成瘾 这个部分将来也算是一个 另外一个社会的克敌 那其实我们在这种药品滥用的 这个部分普遍吸毒在四个集数里面 我们还在来做更清楚的界定以外 刚刚各位议员只教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三四级毒品 我们现在一二级毒品 尽量管政府和我们有情绪一个专案 我们用美砂冬的替代疗法 所以这种借引治疗我们还是持续在做 另外呢 三四级毒品 我们现在也请卫生局要跟卫福部 跟法务部来争取一个专案 我们现在的行政法的部分 其实跟交通违规一样 到克力都不高 那现在这个部分就是罚则太轻 那我们希望将来加重处罚 或者给他罚金更高的这样的 那将来我们希望 我会在资料汇报里面要求 那个检查系统要行博物部 去做修法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整体来看 我们在整个治安状况 因为毒品尾压还没有到一个 最不可收拾的阶段 我们还是要做防患未然 所以各位议员所指教的 我们会持续在未来的工作里面 在这个收敛我们整合的这个计划 那把这个效果做得更好 也希望各位议员都非常关心 这个社会安全的这个状况 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 一定除了这个末端 这个治标的工作要做 治本的部分 我们在文化教育跟社会上面 提供更正向的这种发展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所以这部分 管政府在未来 各种的文化活动 休闲健康 这种社会借用的光明活动 我们继续来加強来提供 这样我想标本监制 各位关心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来做一个协议 以上 好 谢谢林管長 也谢谢各位同理 我说两句 如果责任最多的 最多的 最多的就是我会算到三姓 责任最多的 本来感觉是要第1500的 现在第1300的 真的刚才看不到 要再去 要再去 又拍拖 叫我去我走 很可憐 我说 我说 这俞人观 環境才好 观众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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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 各位同理 就是 很有心 很有想法 請管政府 急 各局处 就要用 官队龙下 跟这些 缺水的 理理理 那些情形 切底来打击 这个 这个毒品 警察机长 跟大队长 你们 作物旁贷 你这个事情 也没有讲解 你不要走 好不 我们来抑制 好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请管政府 结合国担委 建立专民 翻 毒蚌 低蚌 茶器 和 稀释的 辅党 蓋底 交易 酸党 連性 一个 防蚌的 网络 让 毒品 你小学生 来 慢慢消息 好 议想 好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 好 好 多谢大家辛苦 多谢大家对 宜蘭 帝安 環境的重视 多谢 官長 基督局局長 我们今天的会 大家辛苦 在这里完完结束 马上去高点 继续来进行 转案讨论 多谢各位 多谢大家 散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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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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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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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